创世纪第一章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他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一日 神说种水之间要有穷仓 把水和水分开 事就这样成了 神造了穷仓 把穷仓以下的水 和穷仓以上的水分开了 神称穷仓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这是好的 神说地上要长出青草 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在地上的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 各从其类 又长出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这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三日 神说 在天上穷仓中 要有光体来分昼夜 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 定节令 日子和年岁 他们要在天上穷仓中发光 照耀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 神造了两个大光体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造了星星 神把这些光体 安放在天上穷仓中 照耀地上 管昼夜 分光暗 神看这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四日 神说 水要滋长生物 地上和天空之中 要有雀鸟飞翔 于是 神创造了大鱼 和在水中滋生 各种能活动的生物 各从其类 又创造了各种 有翅膀的飞鸟 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它们 说 要繁殖增多 充满海洋 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五日 神说 地上要生出活物来 各从其类 牲畜 昆虫 和地上的野兽 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 神造了地上的野兽 各从其类 牲畜 各从其类 地上的各种昆虫 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以及全地 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 于是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创造人 就是照着他的形象 创造了人 他所创造的 有男 有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 要繁殖增多 充满这地 征服他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 神说 看啊 我把全地上 结种子的各样蔬菜 和一切果树上 有种子的果子 都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 空中的各种飞鸟 和地上爬行 有生命的各种活物 我把一切青草 蔬菜 赐给他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 都很好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六日 创世纪第二章 这样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第七日 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功 在第七日 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功 神赐福第七日 把他分别为圣 因为在这一日 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功 歇息了 这是创造天地的起源 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时候 原野上还没有树木 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 也没有人耕种土地 不过有雾气从地面上升 滋润全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 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 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 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栽了一个园子 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上长起来 能悦人的眼目 也好做食物 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 和知善恶树 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来 灌溉那园子 从那里分支 成了四道河的源头 第一道河名叫比逊 就是环绕哈非拉全地的 在那里有金子 那地的金子是好的 在那里也有红玉和玛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 就是环绕古石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河 就是流向亚树东边的 第四道河就是又发拉底河 耶和华神把那人 安置在伊甸园里 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只是那只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时候 你必要死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 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 和空中的各样飞鸟 把他们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给他们叫什么名字 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就给各样牲畜 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样走兽 起了名字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 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 他熟睡的时候 耶和华神取了他的一根肋骨 又使肉在原处复合 然后 耶和华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了一个女人 带他到那人面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他当称为女人 因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和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时 夫妻二人 赤身陆体 彼此都不觉得羞耻 创世纪第三章 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 蛇是最狡猾的 蛇对女人说 神真的说过 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都可以吃 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经说过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绝不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 你们的眼睛就开了 你们会像神一样 能知道善恶 于是 女人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又悦人的眼目 而且讨人喜爱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 她也吃了 二人的眼睛就开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陆体的 于是 把无花果树的叶子 边缝起来 为自己做裙子 天起凉风的时候 那人和她的妻子 听见耶和华神 在园中行走的声音 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回答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陆体 就藏了起来 耶和华神说 谁告诉你 你是赤身陆体呢 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 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 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欺哄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 因为你做了这事 就必在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 你要用肚子行走 一生都吃泥土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 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 你要恋慕你的丈夫 他却要管辖你 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 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 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生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吉里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 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 直到你归回地土 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 你既然是尘土 就要归回尘土 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做了皮衣给他们穿上 耶和华神说 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 能知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 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 去耕种他自己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地土 于是把亚当驱逐出去 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 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 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 创世纪第四章 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 生了该隐 就说 借着耶和华的帮助 我得了一个男儿 他又生了该隐的弟弟 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天 该隐把地理的出产拿来 当作礼物 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把自己羊群中一些投生的 和羊的纸油拿来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 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礼物 该隐就非常愤怒 垂头丧气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愤怒呢 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服在门口了 他要缠住你 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说 我们到田间去吧 他们正在田间的时候 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 把他杀了 耶和华问该隐 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他回答 我不知道 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弟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呼叫 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弟弟的血 现在你要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 地也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该隐对耶和华说 我的刑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担当 看哪 今日你赶逐我离开这地 以致我要躲避你的面 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遇见我的都要杀我 耶和华对该隐说 绝不会这样 杀该隐的 必遭暴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隐 立了一个记号 免得遇见他的人 急杀他 于是 该隐从耶和华面前出去 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地 该隐和妻子同房 他就怀孕 生了以诺 该隐建造了一座城 就按着他儿子的名 给那城叫做以诺 以诺生以拿 以拿生米户亚利 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 马土撒利生拉麦 拉麦娶了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亚大 另一个名叫喜拉 亚大生亚巴 亚巴就是居住帐篷 牧养牲畜的人的鼻祖 亚巴的兄弟 名叫尤巴 尤巴是所有弹琴 吹销的人的鼻祖 喜拉也生了土巴该隐 就是打造各种银 结果的区 表达 土巴该隐的妹妹是拿马 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 亚大和喜拉要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聆听我的话 壮年人伤我 我必杀他 青年人损我 我必害他 人若杀该隐 要遭报七倍 人若杀拉麦 必遭报七十个七倍 亚当又和妻子同房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塞特 因为他说 神给我立了另一个后裔 代替亚伯 因为该隐杀了他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以诺氏 那时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 《创世纪》第五章 以下是亚当后代的记录 神创造人的时候 是按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他创造了一男一女 在创造他们的时候 神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亚当一百三十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样式和形象都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生塞特以后 还活了八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 就死了 塞特一百零五岁的时候 生了以诺氏 塞特生以诺氏以后 还活了八百零七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塞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 就死了 以诺氏九十岁的时候 生了该男 以诺氏生该男以后 还活了八百一十五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以诺氏共活了九百零五岁 就死了 该男七十岁的时候 生了马勒烈 该男生马勒烈以后 还活了八百四十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该男共活了九百一十岁 就死了 马勒烈六十五岁的时候 生了雅烈 马勒烈生雅烈以后 还活了八百三十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马勒烈共活了八百九十五岁 就死了 雅烈一百六十二岁的时候 生了以诺 雅烈生以诺以后 还活了八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雅烈共活了九百六十二岁 就死了 以诺六十五岁的时候 生了马吐撒拉 以诺生马吐撒拉以后 和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以诺和神同行 所以神把他娶去 他就不在了 马吐撒拉一百八十七岁的时候 生了拉麦 马吐撒拉生拉麦以后 还活了七百八十二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马吐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 就死了 拉麦一百八十二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挪亚 说 这儿子必使我们从地上的操作 和手中的劳苦得着安慰 因为耶和华曾经咒诅这地 拉麦生挪亚以后 还活了五百九十五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拉麦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岁 就死了 挪亚五百岁的时候 就生了闪、韩和亚福 创世纪第六章 人在地上开始增多 又生养女儿的时候 神的众子 看见人的女子美丽 就随意挑选 去做妻子 耶和华说 人既然是属肉体的 我的灵 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但他的日子 还有一百二十年 在那些日子 有巨人在地上 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 就生了上古鹦鹉有名的人物 耶和华看见 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终日心里思念的 竟都是邪恶的 于是 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把我创造的人 从地上消灭 无论是人或牲畜 是昆虫或是天空的飞鸟 我都要消灭 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 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以下是挪亚的后代 挪亚是个义人 是当时一个完全人 挪亚和神同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 闪、韩、亚福 当时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大地 看见世界已经败坏了 全人类在地上 所行的 都是败坏的 神对挪亚说 在我面前 全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 因为地上由于他们的缘故 满了强暴 看哪 我要把他们和世界一起毁灭 你要用割斐木 做一艘方舟 方舟里面要做一些仓房 方舟的内外都要涂上利青 你要这样做方舟 方舟要长133公尺 宽22公尺 高13公尺 方舟上面四周要做透光口 高44公寸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为上、中、下三层建造 看哪 我要使洪水淋到地上 消灭天下的生物 就是有生气的活物 在地上的都必定要死 我要和你立约 你可以进入方舟 你和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 都可以和你一同进入方舟 所有的活物 你要把每样一对 就是一公一母 带进方舟 好和你一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 地上所有爬行的动物 各从其类 每样一对 都要到你那里来 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种可吃的食物 积存起来 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做了 神吩咐她的 她都照样做了 创世纪第七章 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只有你 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洁净的牲畜 你要各带七公七母 不洁净的牲畜 你要各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 也要各带七公七母 以便船种 活在全地上 因为再过七天 我就要一连四十昼夜 降雨在地上 我把所造的一切生物 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就照着耶和华 吩咐她的一切做了 洪水淋到地上的时候 挪亚刚好是六百岁 挪亚带着她的儿子 妻子和儿媳一同进了方舟 躲避洪水 洁净的牲畜 和不洁净的牲畜 飞鸟和各种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都是一公一母 一队一队来到挪亚那里 进入方舟 是照着神吩咐挪亚的 那七天一过 洪水就淋到地上了 挪亚六百岁那一年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所有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 大雨倾盆下在地上 一连四十昼夜 就在那一天 挪亚带着她的儿子 陕、韩、雅芙 以及她的妻子和三个儿媳 一同进了方舟 他们一家 所有走兽各从其类 所有牲畜各从其类 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各从其类 所有犹豫有益的飞行各从其类 有生命有气息的 都是一队一队来到挪亚那里 进入方舟 那些进去的 都是有生命的 一公一母进去 是照着神吩咐挪亚的 耶和华跟着就把方舟关起来 洪水就淋到地上四十天 水不断上涨 把方舟升起 于是方舟就从地上浮起来 水势甚大 在地上大大上涨 方舟就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面上越来越大 天下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了 水势浩大 比众山高出七公尺 山岭都被淹没了 凡有生命仍在地上行动的 无论是飞鸟或是牲畜 走兽或是在地上滋生的各样小生物 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仍在陆地上 鼻孔里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耶和华把地上的所有生物 从人类到牲畜 爬行动物 以及空中的飞鸟都除灭了 于是这一切都从地上消灭了 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挪亚一同在方舟里的人 水势浩大 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创世纪第八章 神顾念挪亚和所有与他一同在方舟里的走兽和牲畜 神使风吹过大地 水就渐渐退了 深渊的泉源和天上的窗户都关闭起来 天降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不断退去 过了一百五十天 水就消退了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水继续消退 直到十月 到了十月初一 山顶都露出来了 过了四十天 挪亚开了他所做的方舟的窗户 放了一只乌鸦出去 地上的水还没有干 那乌鸦就一直飞来飞去 他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 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因为遍地都是水 那鸽子找不着歇脚的地方 就回到挪亚的方舟那里 于是挪亚伸出手去 把鸽子接近方舟里来 他再等了七天 又把鸽子从方舟里放出去 到了黄昏的时候 鸽子回到挪亚那里 嘴里叼着一块新摘下来的橄榄树叶 挪亚就知道 地上的水已经退了 挪亚再等了七天 又把鸽子放出去 鸽子就再没有回到他那里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的时候 就在正月初一 地上的水都干了 挪亚移开方舟的盖看看 见地面已经干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 大地就都干了 神告诉挪亚说 你要从方舟出来 你和你的妻子 儿子以及儿媳 都要和你一同出来 所有和你在一起 有生命的活物 飞鸟 牲畜 和一切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你都要带出来 使它们可以在地上滋生 繁殖 也可以在地上增多 于是挪亚出来了 她的儿子 妻子和儿媳 都与她一同出来了 各样走兽 牲畜 飞禽 和各样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各从自己的族类 都出了方舟 挪亚给依和华 筑了一座祭坛 拿各样洁净的牲畜 和飞禽 陷在祭坛上 作为繁祭 依和华闻了那 新香的气味 就心里说 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 咒诅这地 因为人从小时开始 心中所想的 都是邪恶的 我也必不再照着我做过的 击杀各样的活物 大地上存之日 播种 收割 寒暑 冬夏 白昼 和黑夜 必然循环不息 创世纪第九章 神赐福给挪亚 和她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繁殖增多 充满大地 地上各样的走兽 空中各样的飞鸟 甚至地上各样爬行的动物 和海里各样的鱼类 都要对你们惊恐惧怕 这一切都已经交在你们手里了 所有活着的动物 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 好像我把青菜赐给了你们一样 唯独带着生命的肉 就是带着血的肉 你们却不可吃 留你们的血 害你们生命的 我必向他们追偿 无论是走兽或人类 甚至个人自己的兄弟 我必要他偿命 留人血的 人也必留他的血 因为神造人 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 你们要繁殖增多 要在地上滋生 增多 神告诉挪亚和与他在一起的儿子说 看啊 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且与所有跟你们在一起有生命的活物立约 包括飞鸟 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兽 就是与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 我要与你们立约 凡有生命的 必不再被洪水除灭 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 神说 这就是我与你们 与一切跟你们同在 有生命的活物 所立之约的记号 直到万代 我把天红放在云彩中 做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 我使云彩遮盖大地时 天红出现云彩中 我就纪念 我与你们和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 水不再成为洪水 来毁灭凡有生命的 天红在云彩中出现 我看见了 就纪念 我与地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 凡有生命的立约的记号 挪亚的儿子 从方舟里出来的 就是 闪 韩 雅芙 韩 是迦南的父亲 这三个人 是挪亚的儿子 全地的人 都是从这些人 波散开来的 挪亚做起农夫来 栽种葡萄园 他喝酒 喝醉了 就在帐篷里 光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 韩 看见了自己的父亲的下体 就去告诉在外面的两个兄弟 于是 闪和雅芙 二人拿了件外衣 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倒退着进去 盖上他们父亲的下体 因为他们背着脸 所以没有看见他们父亲的下体 挪亚九醒以后 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 就说 迦南应当受咒诅 他必给自己的兄弟 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 耶和华 闪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愿神使雅芙扩展 使雅芙住在闪的帐篷里 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洪水以后 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 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 就死了 创世纪第十章 以下是挪亚的儿子 陕、韩、雅芙的后代 洪水以后 他们都生了儿子 雅芙的儿子是 戈灭、马各、马代、雅丸、土巴、米社、提拉 戈灭的儿子是 雅时基拿、利法、陀加玛 雅丸的儿子是 以利沙、他师、基提人和多丹人 这些人的后裔 分散居住在沿海的土地和岛屿上 个人随着自己的方言、宗族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韩的儿子是 古时、埃及、福和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 西巴、哈非拉、萨弗塔、拉玛和萨弗提迦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和迪旦 古时又生宁禄 宁禄是世上第一位英雄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人 因此有句俗语说 就像宁禄一样 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人 他开始建国是在士拿地的巴别 以利、雅甲和甲尼 他从那地出来 到雅述去 建造了尼尼维、利河伯城 加拉和尼尼维与加拉之间的利先 就是那大城 埃及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 拿福土西人、帕斯鲁系人、加斯路西人和加肥托人 从加肥托出来的有菲利士人 加南生了长子西顿 又生赫、以及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哈马人 后来加南人的宗族分散了 加南人的境界是从西顿伸向基拉尔直到加萨 又伸向索多玛、俄摩拉、亚马、喜扁直到拉莎 这些人都是韩的子孙 随着自己的宗族、方言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雅弗的哥哥闪就是西伯所有子孙的祖宗 他也生了孩子 闪的儿子是以兰、亚树、亚法萨、路德和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护勒、基铁、马施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世人就分散了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 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马利、士巴、阿斐、哈斐拉、约巴 这些人都是约滩的儿子 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从米沙升向西发直到东边的山地 这都是陕的子孙 随着自己的宗族、方岩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这些宗族都是挪亚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族系住在列国中 洪水以后 地上的列国都是从这些宗族分出来的 《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 大家说同样的话语 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 在士拿地发现一块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说 来,我们做砖,把砖烧透吧 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 又把石漆当作灰泥 他们又说 来,我们建一座城 造一座塔 塔顶要通天 我们要为自己立明 免得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下来 要看看是人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呐,他们同是一个民族 有一样的语言 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事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一切 就没有可以拦阻他们的了 来,我们下去 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 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 于是 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 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 因此 那城的名就叫巴别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了全地所有的人的语言 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以下是陕的后代 洪水以后两年 陕一百岁的时候 生了亚法萨 陕生亚法萨以后 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亚法萨活到三十五岁 就生了沙拉 亚法萨生沙拉以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沙拉活到三十岁 就生了西伯 沙拉生西伯以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西伯活到三十四岁 就生了法勒 西伯生法勒以后 又活了四百三十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法勒活到三十岁 就生了拉吾 法勒生拉吾以后 又活了二百零九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拉吾活到三十二岁 就生了西路 拉吾生西路以后 又活了二百零七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西路活到三十岁 就生了拿赫 西路生拿赫以后 又活了二百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拿赫活到二十九岁 就生了他拉 拿赫生他拉以后 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他拉活到七十岁 就生了亚伯兰 拿赫和哈兰 以下是他拉的后代 他拉生亚伯兰 拿赫和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在他父亲他拉之前 死在他出生之地 就是迦勒底的乌尔 亚伯兰和拿赫都娶了妻子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 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易加的父亲 撒来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他拉带着他的儿子 亚伯兰和他的孙子 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 以及他的媳妇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一同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要到迦南地去 他们到了哈兰 就住在那里 他拉死在哈兰 他的寿数共二百零五岁 《创世纪》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到我只是你的地方去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 你也必使别人得福 给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必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 已经七十五岁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 撒来和侄儿罗德 以及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一切财物 和所获得的人口 一同出来 要到迦南地去 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穿过那地 到了事件的地方 魔力的橡树那里 当时 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筑了一座祭坛 后来他从那里迁到 伯特利东边的山地 搭起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艾成 他在那里 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呼求耶和华的名 亚伯兰又启程 渐渐移到南地去 当时那地发生饥荒 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 要在那里寄居 因为那地的饥荒十分严重 快要到达埃及的时候 亚伯兰对他的妻子撒来说 看啊 我知道你是个美貌的女人 埃及人看见你的时候 必会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会杀我去叫你活着 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 使我因你的缘故可以平安无事 我的性命也可以因你的缘故 得以保全 果然 亚伯兰进入埃及的时候 埃及人就注视那女人 因为她十分美丽 法老的一些大臣看见了撒来 就在法老面前称赞她 于是 那女人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 亚伯兰因这女人的缘故 就被幽带 得了许多牛羊 公驴 母驴 扑婢 和骆驼 以和华 因为亚伯兰的妻子 撒来的缘故 就用严重的灾病 打击法老和她的全家 于是 法老把亚伯兰招了来 对她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是你的妻子呢 你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 以致我娶了她做妻子呢 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 带她走吧 法老吩咐臣仆 他们就把亚伯兰和她的妻子 以及她所有的一切都送走了 《创世纪》第十三章 亚伯兰带着妻子和所有的一切 以及罗德 一同从埃及上到南地去 亚伯兰有很多牲畜和金银 她从南地一站一站往前走 到伯特利去 到伯特利和爱城中间 就是她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她逐头一座祭坛的地方 亚伯兰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和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羊群、牛群和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 所以他们再也不能住在一起 牧羊亚伯兰生畜的和牧羊罗德生畜的 起了纷争 当时江南人和比利喜人还住在那地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之间切不可纷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之间也不可纷争 因为我们是至亲 全地不都是在你面前吗? 请你离开我吧 你若向左 我就向右 你若向右 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 直到索尔 都有水灌溉 在耶和华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 这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 也像埃及地一样 罗德选择了约旦河整个平原 于是向东移动 他们就彼此分开了 亚伯兰住在江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市中 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在耶和华看来 索多玛人是罪大恶极的 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举目 从你所在的地方 向东、南、西、北观看 你看见的地方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灰尘那么多 若能数算地上的灰尘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于是 亚伯兰渐渐挪移正棚 来到西伯伦曼丽的橡树附近 在那里居住 也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创世纪第十四章 当安拉菲做士拿王 雅略做以拉萨王 基大老马做以兰王 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 他们新兵攻打索多玛王比拉 比拉 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在西定谷会合 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服侍了基大老马已经有十二年 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 第十四年 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了 在亚特律迦宁 击败了利法因人 在哈迈击败了苏西人 在沙维基列亭击败了以米人 在和利人的西尔申 击败了和利人 一直追击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然后转到安密巴 就是加迪斯 攻占了亚马利人全部的领土 也击败了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 于是 索多玛王 俄摩拉王 亚马王 喜扁王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都出来 在西定谷列阵 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以兰王 姬大老马 戈印王 提达 士拿王 按拉非 以拉萨王 雅略交战 就是四王 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有许多七坑 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的时候 都掉在坑里 其余的人都向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 他所有的财物以及一切粮食都拿走 连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带走了 当时罗德住在索多玛 由一个逃出来的人跑来告诉西伯来人亚伯兰 那时 亚伯兰住在亚摩丽人曼丽的橡树那里 曼丽和以什格以及亚乃都是兄弟 他们都是亚伯兰的盟友 亚伯兰一听见侄儿被人掳去 就抽掉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兵三百一十八人 一直追到弹 亚伯兰和他的仆人漏夜分队攻击他们 结果击败了他们 又追赶他们直到大马士革北面的河靶 将一切财物都夺回来 也把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 以及妇女和族人都夺了回来 亚伯兰击败了鸡大老马和与他联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 沙维谷就是帝王谷 撒冷王麦基喜德也带着饼和酒出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给亚伯兰祝福说 愿创造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 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一切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了麦基喜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请你把人交给我 至于财物你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一条鞋带我也不拿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发了财 我什么都不要 除了仆人吃掉的以外 但与我同行的亚乃 已是个 慢力所应得的份 让他们拿去吧 创世纪第十五章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的话 在异象中 临到亚伯兰说 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你的赏赐是很大的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啊 我一向都没有孩子 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 这样 承设我家业的 就是大马士革人 以利以泄了 亚伯兰又说 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继承人了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亚伯兰说 这人 必不会做你的继承人 你轻生的 才会是你的继承人 于是 领他到外面去 说 你向天观看 数点重心 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 亚伯兰姓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 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 我是耶和华 他曾经把你从迦勒底的乌尔领出来 为要把这地赐给你做产业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 我凭什么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 耶和华对他说 你给我拿一头三岁的母牛 一只三岁的母山羊 一只三岁的公民羊 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 亚伯兰就把这一切拿了来 每样都从当中劈开 一半一半相对百列 只是鸟却没有劈开 有质鸟下来 落在这些尸骸上 亚伯兰就把他们吓走了 日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地睡着了 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确实地知道 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 也必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四百年 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亲自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很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你必得享长寿 被人埋葬 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这里 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的时候 忽然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就在那时候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 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又发拉底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 基尼喜人 贾摩尼人 赫人 比利喜人 利法因人 雅摩利人 迦南人 格加萨人 耶布斯人之地 创世纪 创世纪第十六章 亚伯兰的妻子 撒来 没有为他生孩子 撒来 却有一个卑女 是埃及人 名叫夏甲 撒来 对亚伯兰说 请看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去亲近我的卑女 或者我可以从她得孩子 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 亚伯兰在迦南地住满了十年 她的妻子撒来 把自己的卑女 埃及人夏甲 给了她的丈夫 亚伯兰为妾 亚伯兰与夏甲亲近 夏甲就怀了孕 夏甲见自己有了孕 就亲看她的主母 撒来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把我的卑女送到你的怀中 她见自己有了孕 就亲看我 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 亚伯兰对撒来说 你的卑女在你手中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待她吧 于是撒来虐待夏甲 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 就是在到舒尔路上的水旁边 遇到了她 她就问她 撒来的卑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夏甲回答 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 回到你主母那里去 扶在她的手下 耶和卑的使者又对她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 人丁兴旺 多到不可生署 耶和华的使者再对她说 看哪 你已经怀了孕 你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 以食马力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她将来为人 必像野驴 她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她 她便住在众兄弟的东面 于是夏甲给那对她说话的耶和华 起名叫 你是看顾人的神 因为她说 在这里 我不是也看见了那位看顾人的吗 因此 这警名叫 碧尔拉海来 是在加迪斯和巴列之间 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兰就给夏甲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 以食马力 亚伯兰八十六岁的时候 夏甲给她生了以食马力 《创世纪》第十七章 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她显现 对她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你要做完全人 我要与你立约 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 于是 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告诉她说 看哪 这就是我和你所立的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 我要使你极其昌盛 国度因你而立 君王必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成为永远的约 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 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做永远的产业 我也要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都要谨守我的约 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这约 是你们应当谨守的 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礼 你们都要割去身上的包皮 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了 你们中间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或是用银子 从不是属你后裔的外族人买来的 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在你家里生的 和你用银子买来的 都一定要受割礼 这样我的约就磕在你们身上 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就是没有割去身上的包皮的 那人必从名中减除 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至于你的妻子撒来 不要再叫他的名撒来 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必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多国的母 万族的君王必从他而出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 笑了起来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 还能生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育吗 亚伯拉罕对神说 愿以什玛利能在你面前活着 神说你的妻子撒拉 他真的要为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建立我的约 做他后裔的永约 至于以什玛利 我也应与你 看哪 我已经赐福给他 我必使他昌盛 子孙极其众多 他必生十二个族长 我也必使他成为大国 但我的约 是要和以撒建立的 这以撒 就是明年这时候 撒拉要为你生的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 就离开他上升去了 就在那一天 亚伯拉罕照着神吩咐他的 给他儿子以什玛利 和他家里所有的男子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或是用银子买来的 都割去了他们身上的包皮 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 割去了他身上的包皮 他的儿子以什玛利13岁的时候 割去了他身上的包皮 就在那一天 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什玛利 都受了割礼 亚伯拉罕家里所有的男人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或是用银子从外族人买来的 都与他一同受了割礼 创世纪第十八章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 那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门口 他举目观看 忽然看见三个人 在他对面站着 亚伯拉罕看见了 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说 我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 让我叫人拿点水来 你们可以洗洗脚 然后在树下歇一歇 让我拿点饼来给你们吃 使你们可以恢复精力 然后再走 因为你们既然到了仆人这里来 就应该这样 他们说 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做 亚伯拉罕赶快进帐篷 到撒拉那里 说 你快拿三斗细面条和做些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 牵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肚 交给仆人 仆人就赶快去预备 亚伯拉罕又拿了乳酪、奶和预备好的牛肚肉来 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吃的时候 亚伯拉罕在树下伺候他们 他们问亚伯拉罕 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 他回答 在帐篷里 其中一位说 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来 那时 你的妻子撒拉 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当时 亚伯拉罕和撒拉都老了 撒拉的月经也停止了 撒拉心里暗笑说 现在我已经衰老了 我的丈夫也老了 我还有房市的乐趣吗? 耶和华对亚伯拉喊说 撒拉为什么暗笑说 我已经老了 真的还能生育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要回到你这里来 那时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害怕起来 就否认说 我没有笑 但那位说 不 你实在笑了 三人就从那里起身 向着索多玛观望 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 我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兴盛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拣选了他 是要他吩咐子孙和他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 秉公行义 好叫我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实现 耶和华说 控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声音甚大 他们的罪恶极重 我现在要下去 看看他们所行的 是不是全向那声闻于我的控告 如果不是 我也会知道的 其中二人 从那里动身 向索多玛走去 亚伯拉罕却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上前说 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 假如城中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真的要除灭那地方 不为城里的五十个义人而赦免那地方吗? 你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把义人与恶人一同杀死 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 你绝不会这样 审判全地的主 岂可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 我若在索多玛城中 找到五十个义人 我就因他们的缘故 赦免那地方所有的人 亚伯拉罕回答说 我虽然是灰尘 还大胆地对我主说话 假如这五十个义人中缺少了五个 你会因为缺少了五个就毁灭全城吗? 他说 我若在那里找到四十五个 我也不会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再问他说 假如在那里找到四十个呢? 他回答 我因这四十个的缘故也不这样做 亚伯拉罕说 请我主不要动怒 容我再问 假如在那里找到三十个呢? 他回答 我若在那里找到三十个 也不这样做 亚伯拉罕说 我再大胆地对我主说 假如在那里找到二十个呢? 他回答 我因这二十个的缘故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 请我主不要动怒 容我问这最后的一次 假如在那里找到十个呢? 他回答 我因这十个的缘故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创世纪》第十九章 黄昏的时候 那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 当时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 罗德一看见他们 就起来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 说 我主啊 请你们到仆人的家里住一夜 洗洗你们的脚 清早起来再赶路 他们回答 不 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但由于罗德再三的请求 他们才肯跟他回去 进了他的家 罗德为他们预备了宴席 烤了无效饼 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 那城里的人 就是索多玛的男人 无论是年轻的 或是年老的 都从各处来围住罗德的房子 他们呼唤罗德对他说 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 把他们带出来 我们要与他们同房 罗德出来随手把门关上 到门口众人那里 说 我的弟兄们 请不要作恶 看哪 我有两个女儿 是还没有和男人同房的 让我把他们带出来 你们高兴怎样带他们 就怎样行吧 只是这两个人 因为他们是到设下来的 你们不可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却说 滚开 又说 一个来这里寄居的人 竟做起审判官来 现在我们要害你 比害他们还要厉害 众人就向罗德极力涌挤 他们冲前要打破房门 那两个人却伸出手来 把罗德拉进屋里去 并把门关上 然后击打那些门外的人 使他们无论老少都眼目昏炫 以致找不到门口 那二人对罗德说 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 无论是女婿 儿女 或是城中所有属女的人 都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走 我们快要毁灭这地方了 因为控告他们的声音 在耶和华面前实在很大 所以耶和华派我们来毁灭这地方 于是罗德出去 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说 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就要毁灭这城 但是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 天快亮的时候 两位天使催促罗德说 起来 带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因这城的罪孽被除灭 罗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二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 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带出来安置在城外 二人把他们带出来以后 其中一位说 逃命吧不要回头看 也不可留在这片平原上 要逃到山上去 免得你被除灭 罗德对他们说 我主啊 请不要这样 看哪 你仆人既然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大师慈爱 救活我的性命 可是 我还逃不到山上 恐怕这灾祸就追上了我 我就死了 看哪 这座城很近 可以逃到那里 那只是一座小城 请让我逃到那里去 那不是一座小城吗? 这样我就可以活命了 有一位天使对他说 这事我也答应你 你所说的这城 我并不请父 你赶快逃到那里去 因为你还没有到达那里 我就不能做什么 因此 那城名叫索尔 罗德到达索尔的时候 太阳已经从地面升上来了 当时 耶和华就是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 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向后一望 就变成了炎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到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向索多玛和俄摩拉 以及平原全地观望 不料 看见那地有烟上升 好像烧摇的烟一样 神毁灭那平原上的重城 请妇罗德所住过的重城的时候 神纪念亚伯拉罕 把罗德从请妇中救出来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 就与他的两个女儿 一同离开索尔上了山 住在那里 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们的爸爸已经老了 这地又没有男人可以按着世上的常规 进来与我们亲近 来吧 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 然后与他同睡 这样我们可以借着父亲保全后裔 当夜 他们叫父亲喝酒 大女儿就进去与父亲同睡 他什么时候躺下 什么时候起来 他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昨夜我与父亲同睡了 今夜我们再叫父亲喝酒 你可以进去与他同睡 这样我们可以借着父亲保全后裔 当夜 他们又叫父亲喝酒 小女儿就起来 与父亲同睡 他什么时候躺下 什么时候起来 他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 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们的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鸭 就是现在摩鸭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便雅米 就是现在雅门人的始祖 创世纪第二十章 亚伯拉罕从那里迁到南地 就住在加蒂斯和舒尔中间 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的时候 曾经提到他的妻子萨拉说 她是我的妹妹 于是基拉尔王雅比米勒派人来把萨拉娶了去 当夜神在梦中来到亚比米勒那里 对他说 你该死 因为你接来的那女人是个有夫之妇 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萨拉 所以他说 我主啊 连正义的人你也要杀害吗 那人岂不是对我说 她是我的妹妹吗 就是那女人自己也说 她是我的哥哥 我做这事是守劫心轻的 神在梦中对他说 我也知道你做这事是问心无愧的 所以我也阻止你 免得你得罪我 因此我不容许你接触他 现在你要把那人的妻子还给他 因为他是先知 他要为你祷告 你才可以存活 你若不还给他 你当知道 你和所有属你的都死定了 亚比米勒清早起来 召了他的众臣仆来 把这一切都说给他们听 以致他们都很惧怕 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召了来 对他说 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我在什么世上得罪了你 以致你给我和我的国带来这个大罪呢 你对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为了什么缘故要这样做呢 亚伯拉罕回答 因为我以为这地方必定没有敬畏神的人 他们会因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何况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妹 他原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后来做了我的妻子 神叫我离开我父家 在外漂流的时候 我对他说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你都要对人说 他是我的哥哥 这就是你代我的恩情了 亚比米勒娶了些牛羊 蒲币送给亚伯拉罕 又把亚伯拉罕的妻子 萨拉还给他 亚比米勒说 看呐 我的国土都在你面前 你喜欢哪里 就住在哪里吧 他又对萨拉说 看呐 我给了你哥哥一千银子 做你在全家人面前的遮羞钱 这样你在众人面前就算清白了 亚伯拉罕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 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以及他的重卑女 使他们能生育 因为耶和华为了 亚伯拉罕妻子萨拉的缘故 曾经使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女 都不能生育 《创世纪》第21章 耶和华照着以前所说的眷顾萨拉 耶和华按着他的应许给萨拉做成 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萨拉怀了孕 到了神应许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萨拉为他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以撒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下来第八天 亚伯拉罕就照着神吩咐他的 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正一百岁 萨拉说 神使我欢笑 凡听见的也必为我欢笑 又说 谁能告诉亚伯拉罕 萨拉要如养儿女呢 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尽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渐渐长大 就断了奶 以撒断奶的那天 亚伯拉罕摆设盛大的宴席 萨拉看见那埃及人下甲 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在嬉戏 就对亚伯拉罕说 把这卑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卑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以撒 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而非常烦恼 神对亚伯拉罕说 不要因这童子和你的卑女而烦恼 萨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要听从 因为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这卑女的儿子 我也要使他成为一国 因为他也是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下甲 放在他的肩膀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就打发他离开 下甲走了 在别是吧的旷野飘荡 皮带里的水用尽了 下甲就把孩子撇在一棵小树底下 然后自己走开 在离开约有一见之远的地方 相对而坐 说 我不忍眼看孩子死去 就相对坐着放声大哭 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 他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下甲 对他说 下甲啊 你为什么这样呢 不要害怕 因为孩子在那里所发的声音 神已经听见了 起来 扶起孩子 尽力保护他 因为 我要使他成为大国 神开了下甲的眼睛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他去把皮带盛满了水 就给孩子喝 神与孩子同在 他渐渐长大 住在旷野 成了个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的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那时 雅比米勒和他的军长菲各 对亚伯拉罕说 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 神都与你同在 现在 你要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事 你不会以诡诈代我和我的子子孙孙 我怎样恩待了你 你也要怎样恩待我和你寄居的地方 亚伯拉罕回答 我愿意起事 亚伯拉罕因雅比米勒的仆人强占了一口水井 就指责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说 谁做了这事 我不知道 你都没有告诉我 我现在才听见 于是 亚伯拉罕牵了牛羊来 送给雅比米勒 二人就彼此立约 亚伯拉罕把羊群中的七只母羊羔放在另外一处 雅比米勒问亚伯拉罕 你把这七只母羊羔放在另外一处是什么意思呢? 亚伯拉罕回答 意思就是 你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 好作我挖了这口井的证据 因此 那地方名叫别氏巴 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事 他们在别氏巴立约以后 雅比米勒和他的军长菲各 就启程回菲利士地去了 亚伯拉罕在别氏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 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活的神的名 亚伯拉罕在菲利士人的地方寄居了许多日子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这些事以后 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 亚伯拉罕啊! 他回答 我在这里 神说 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 把它献为凡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预备好了驴 带着两个同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献凡祭用的柴 就启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 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观望 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 你们和驴留在这里 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 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献凡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他们二人一起向前走的时候 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爸爸 亚伯拉罕回答 我儿有什么事 以撒说 你看 火与柴都有了 可是献凡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回答 我儿 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凡祭用的羊羔 于是二人继续一起前行 他们到了神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摆好了柴 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 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伸手拿刀 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回答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 一点也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望 看见一只公棉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 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棉羊 把它献为凡祭 代替自己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身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 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 我指着自己起誓 你既然做了这事 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 我必定赐福给你 必使你的后裔繁多 向天上的心海边的沙 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 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亚伯拉罕回到他的同仆那里 他们就启程 一起到别士巴去了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 这些事以后 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 密加也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 他的弟弟是布斯 和亚伯拉罕的父亲基姆利 还有基靴、哈索、毕达、伊拉和彼土利 彼土利生了利百家 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儿子 拿赫的妾名叫刘马 他也生了提巴、迦汗、他侠和马迦 创世纪第二十三章 撒拉享受一百二十七岁 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撒拉死在迦南地的激烈亚巴 就是西伯伦 亚伯拉罕为撒拉哀痛哭嚎 亚伯拉罕从死者面前起来 对赫人说 我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族人 求你们在你们中间给我一块坟地做产业 使我可以埋葬我死了的人 使他不露在我面前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 我主请听 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位的王子 你可以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死了的人 我们并没有人阻止你 在他的坟地埋葬你死了的人 于是 亚伯拉罕起来 向当地的赫人下拜 对他们说 你们若有意使我埋葬我死了的人 使他不露在我的眼前 就请听我的话 为我请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 叫他把他所拥有的 田头上那麦比拉洞 卖给我 他可以按着十足的价银卖给我 使我在你们中间有产业做坟地 那时 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 于是赫人 以弗伦就回答亚伯拉罕 所有来到城门口的赫人都听见他说 我主不要这样 请听我说 这块田我送给你 连其中的洞我也送给你 我在我的族人眼前送给你 让你可以埋葬你死了的人 亚伯拉罕就在当地的人面前下拜 然后在当地的人面前对以弗伦说 请听我说 如果你愿意 我必定把地的价银给你 请你收下吧 让我可以在那里埋葬我死了的人 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 对他说 我主请听我说 一块值四百块 四千五百克银子的田地 在你我之间 算的什么呢? 你埋葬你死了的人吧! 亚伯拉罕同意 以弗伦说的价银 就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 拿商人通用的银子 秤了四百块 四千五百克银子 给以弗伦 于是 以弗伦在麦比拉 在曼丽前面的那块地 包括那块田和其中的洞 田中和四周所有的树木 都在赫人眼前 就是在所有来到城门口的赫人眼前 归给亚伯拉罕做产业 这事以后 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妻子萨拉 埋在迦南地 曼丽前面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曼丽就是西伯伦 这样 那块田和田中的洞 就从赫人归给了亚伯拉罕为产业 做坟地 《创世纪》第二十四章 亚伯拉罕老迈了 年事已高 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他家中 管理所有产业的老仆人说 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事 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人中 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 你却要到我的故乡 我的亲族那里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 仆人问亚伯拉罕 如果那女子不愿跟我到这地方来 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去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 你要谨慎 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 耶和华天上的神 就是领我离开我的父家和我亲族之地 曾经对我说话 又向我启示的那位说 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必在你前面拆派他的使者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 如果那女子不愿跟你来 我叫你所起的这事就与你无关了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 于是仆人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 为这事向亚伯拉罕启示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 取了十匹骆驼 带着主人各样的美物 启程往两河之间的亚兰去 到了拿赫的城 黄昏时分 女人出来打水的时候 那仆人就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边 然后祷告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今日使我遇见好机会 诗词爱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 我现在站在水泉旁边 城内居民的女儿正出来打水 我对哪一个少女说 请你放下水瓶来 让我喝点水 如果她回答 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愿那少女就做你选定给你仆人以萨的妻子 这样我就知道你诗词爱给我的主人了 话还没有说完 不料 利百家尖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了 利百家是比土利所生的 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妻子密加的儿子 那少女容貌非常美丽 还是个处女 没有男人亲近过她 她下到水泉那里 打满了水瓶 又上来 仆人就跑去迎着她 说 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 那少女回答 我主请喝 就急忙把水瓶拿下来 拖在手上给她喝 她喝足了 少女就说 我也要为你的骆驼打水 直到他们都喝足了 于是急忙把水瓶里的水倒在草里 又跑到井旁去打水 给她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一句话也不说 只注视着她 要知道耶和华使她的道路亨通不亨通 骆驼喝足了 那人就拿出一个重镜六克的金鼻环 带在她的鼻子上 又拿出两个重一百一十四克的金手镯套在她的手上 然后问她 请你告诉我 你是谁的女儿 你父亲的家里有地方给我们住宿没有 她回答 我是密加给拿赫所生的儿子 比土利的女儿 她又说 我们有很多粮草和饲料 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跪下敬拜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她不断以慈爱和信实代我的主人 耶和华也一路引导我 到了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那少女就跑回去 把这些事都告诉了她母亲家里的人 利百家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 他看见了妹妹的鼻环和手上的手镯 又听见了妹妹利百家说 那人对我这样这样说 就跑去见外面水泉旁边的那人 他来到那人跟前的时候 见他仍然站在骆驼旁边的水泉那里 拉班说 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吧 为什么站在外面呢? 我已经收拾好了房间 一位骆驼预备了地方 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 拉班卸了骆驼 拿粮草和饲料给骆驼吃 又拿水给那人和与他同来的人洗脚 然后在他面前摆上食物 但那人说 除非等我说完了我的事 我不会吃 拉班说 请说 那人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和华厚厚厚地赐福我主人 他就昌大起来 耶和华又赐给他羊群 牛群 金银 扑壁 骆驼和驴 我主人 我主人的妻子 撒拉年老的时候 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我主人也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 我主人要我启示说 你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地中 为我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要到我的父家和我的族人那里去 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问我主人 如果那女子不愿跟我回来呢? 他回答 我行事为人 都在他面前的耶和华 必拆派他的使者 与你同去 使你的道路亨通 你就可以从我的族人和我的父家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只要你到了我的族人那里去 我叫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关 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 我叫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关 我今天到了水泉那里就说 耶和华我主人 亚伯拉罕的神啊! 你若叫我所走的道路亨通 那么 我现在站在水泉旁边 但愿有一个少女出来打水 我要对她说 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 她若对我说 你请喝 我还要打水给你的骆驼喝 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的儿子所选定的妻子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利百家就尖头扛着水瓶出来了 她下到水泉那里去打水 我就对她说 请给我水喝 她急忙从肩上拿下水瓶来说 请喝 我还要给你的骆驼喝 我喝了 她也打水给我的骆驼喝 于是我问她说 你是谁的女儿? 她回答 我是密加给拿赫所生的儿子比土利的女儿 我就把鼻环戴在她的鼻子上 把手镯套在她的两手上 然后 我跪下敬拜耶和华 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因为她引导我走恰当的路 使我得到我主人的兄弟的孙女 做我主人的儿子的妻子 现在 你们若愿意以慈爱和信实带我的主人 就请告诉我 如果不愿意 也请你们告诉我 使我可以知道怎样行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 这事既然出于耶和华 我们就不能对你说好说歹 看哪 立百家就在你面前 你可以把他带去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做你主人儿子的妻子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到了他们这些话 就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 那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立百家 又把贵重的礼物送给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 然后 仆人和与他同来的人才吃喝 并且住了一夜 他们早晨起来 仆人就说 请打发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吧 李百家的哥哥和母亲说 让这女孩子和我们同住多几天或是十天 然后她可以离去 仆人回答他们 你们不要挽留我 耶和华既然使我的道路亨通 就请打发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 他们说 我们可以把那女孩子叫来 问问她的意思 他们把立百家叫了来 问她 你愿意与这人同去吗? 他回答 我愿意去 于是 他们把自己的妹妹立百家 她的儒母和亚伯拉罕的仆人 以及同来的人都打发走了 他们给立百家祝福 对她说 我们的妹妹啊 愿你做千万人之母 愿你的后裔占领仇敌的城门 立百家和她的众使女就起来 骑上骆驼跟着那人走 那仆人就带着立百家走了 那时 以萨刚从避尔拉海来回来 他原本是住在南地的 黄昏的时候 以萨出来田间默想 他举目观看 忽然看见来了些骆驼 立百家举目观看 看见了以萨 就下了骆驼 问那仆人 在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这人是谁 仆人回答 他是我的主人 立百家就拿面纱蒙在面上 仆人把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以萨 以萨领立百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 并且娶了她 立百家就做了以萨的妻子 以萨爱立百家 以萨自从他母亲去世后 这才得了安慰 创世纪第25章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 名叫基图拉 基图拉给她生了新兰 约山 米旦 米殿 伊师巴 和书亚 约山生了士巴和底旦 而底旦的子孙是亚书利人 利都市人 和利乌米人 米殿的儿子是以法 以福 哈诺 雅比大 和以勒大 这些人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萨 亚伯拉罕把礼物分给他树出的种子 在他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就打发他们 离开他的儿子以萨 向东面行 往东方的地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受高年老 享尽天年 弃绝而死 归到他的新人那里去了 他的儿子以萨和以什玛利 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栋是在曼利前面 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间 就是亚伯拉罕从赫人那里买来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埋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后 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萨 那时以萨住在比尔拉海来附近 以下是撒拉的卑女埃及人夏甲 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什玛利的后代 以什玛利的重子按着他们的家谱名字如下 以什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其次是基达 亚德别 米比山 米施玛 杜玛 马萨 哈达 提玛 伊图 拿菲斯 和基迪玛 这些都是以什玛利的儿子 他们的村庄和营地都按着他们的名字命名 他们做了十二族的族长 以什玛利一生的岁数是一百三十七岁 她弃绝而死 归到她的先人那里去了 她的子孙住在哈菲拉直到埃及东面的舒尔 通往雅树的道上 以什玛利却住在自己众兄弟的东面 以下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娶利百迦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 利百迦是巴旦亚兰帝 亚兰人彼土利的女儿 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妹 以撒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 就为她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了她 她的妻子利百迦就怀了孕 双胎在她腹中彼此碰撞 她就说 若是这样 我为什么活着呢 她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她 两国在你肚里 两族从你腹中要分出来 将来这族必强过那族 大的要服侍小的 到了生产的时候 她肚腹中果然是一对双生子 掀出来的全身赤红有毛 像毛衣一样 他们就给她起名叫姨嫂 随后她的弟弟也出来了 她的手抓住姨嫂的脚跟 因此就给她起名叫雅各 利百迦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萨年正六十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嫂善于打猎 喜欢生活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常住在帐篷里 以萨爱以嫂 因为她常吃以嫂的野味 利百迦却爱雅各 有一次雅各正在煮红豆汤的时候 以嫂从田野回来 疲乏得很 以嫂对雅各说 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吧 因为我疲乏得很 因此以嫂的名字又叫以东 雅各说 你要先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 以嫂说 我快要死了 这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 你先向我起誓吧 以嫂就向她起了誓 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 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嫂 以嫂吃了 喝了 就起来走了 以嫂就这样轻看了她的长子名分 从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次饥荒 现在那地又有饥荒 以萨就到基拉尔去 到非力士人的王雅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萨显现 说 你不要下到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你要寄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必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把这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履行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 好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我必把这全地都赐给你的后裔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是因为 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 遵守了我的吩咐 我的命令 我的条例 和我的律法 于是 以萨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起他的妻子 他就回答 他是我的妹妹 因为他不敢说 他是我的妻子 他心里想 恐怕这地方的人 因利百加的缘故把我杀了 因为他容貌美丽 以萨在那里住了很久 有一天 非利式人的王雅比米勒 从窗户里向外观望 看见以萨正在爱抚他的妻子 利百加 亚比米勒 于是把以萨召了来 对他说 你看 他实在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说是你的妹妹呢? 以萨回答他 因为我心里想 恐怕我因他的缘故丧命 亚比米勒说 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人民中间险些有人与你的妻子同睡 那你就把我们陷在罪恶里了 于是 亚比米勒 吩咐全国人民说 凡是触犯这人或是他的妻子的 必被处死 以萨在那里耕种 那一年丰收百倍 耶和华实在赐福给他 他就日渐昌大 越来越富有 成了个大富翁 他拥有羊群、牛群和很多仆人 菲利士人就嫉妒他 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 所有由他父亲仆人挖的井 菲利士人都塞住了 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萨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大的多了 以萨于是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支拉帐篷住在那里 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 仆人所挖的水井 在亚伯拉罕死后 都被菲利士人塞住了 以萨重新挖掘这些井 仍然照着他父亲所起的名字叫他们 以萨的仆人在山谷里挖井 在那里挖得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 与以萨的牧人争闹起来说 这水是我们的 以萨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 因为他们与他相争 以萨的仆人又挖了另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井争闹起来 因此以萨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以萨离开那里 又挖了另一口井 他们不再为这井争闹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利和伯 因为他说 现在耶和华给我们宽阔的地方 我们必在这里繁盛起来了 以萨从那里上到别士巴去 那天晚上 耶和华向他显现说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你不要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必为了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赐福给你 使你的后裔增多 以萨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呼求耶和华的名 又在那里支搭帐棚 以萨的仆人也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雅比米勒和他的朋友 雅护萨 以及他的军长菲各 从基拉尔来到以萨那里 以萨问他们 你们既然恨我 把我从你们中间赶出来 为什么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回答 我们实在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因此我们想 不如我们双方启示 让我们与你立约吧 你不要伤害我们 正如我们从来没有触犯你 只有善待你 让你平平安安地离开 现在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以萨就为他们摆设宴席 他们就一起吃喝 第二天 他们清早起来 就彼此起誓 以萨就送他们走 他们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 以萨的仆人来把他们挖井的事告诉他 说 我们找到水了 以萨就给那井起名叫士巴 因此那成名叫别士巴 直到今日 以萨四十岁的时候 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 和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 他们二人 他们二人尝试以萨和利百家伤心难过 创世纪第二十七章 以萨年老 眼睛昏花 看不见东西了 他把他的大儿子以嫂叫了来 对他说 我儿啊 以嫂回答他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以萨说 现在我已经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你现在拿你打猎的用具 就是你的剑囊和弓 出到田野去为我打猎 照我所喜欢的 照我所喜欢的 给我预备美味的食物 拿来给我吃 好让我在未死以前 给你祝福 以萨对他儿子以嫂说话的时候 利百家也听见 以嫂到田野去打猎 要带些野味回来 利百家就对他儿子雅各说 我听见你父亲对你的哥哥以嫂这样说 你去为我打些猎物回来 给我预备美味的食物 让我吃了 在我未死以前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我儿啊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照着我吩咐你的去做 你快到羊群那里去 给我牵两只肥嫩的小生羊来 我要照你父亲所喜欢的 给他预备美味的食物 然后 你要拿去给你父亲吃 好让他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的母亲利百家说 但是哥哥以嫂浑身是毛 而我却是个皮肤光滑的人 万一我父亲摸着我 必以为我是骗子 那时 我就必自招咒诅 而不是祝福了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啊 愿你所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吧 你只管听我的话 去把羊切来给我 他就去把羊羔切来 交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喜欢的 预备美味的食物 利百家又把大儿子以嫂留在家里最好的衣服拿来 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又用小山羊的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他颈上光滑的地方 然后 他把自己所预备美味的食物和饼放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来到他父亲那里 说 我父啊 以撒说 我在这里 我儿啊 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 我就是你的长子以嫂 你吩咐我做的 我已经照样做了 请坐起来 吃我的猎物 好给我祝福 以撒问他的儿子 我儿啊 你怎么这样快就猎到了呢? 雅各回答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叫我碰着好机会 以撒对雅各说 我儿啊 你上前来 让我摸摸你 看看你是不是我的儿子以嫂 雅各就走进他父亲以撒身边 以撒摸着他 说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 手却是以嫂的手 以撒认不出他来 因为他的手上有毛 好像他哥哥以嫂的手一样 于是给他祝福 以撒问 你真是我的儿子以嫂吗? 他回答 我是 以撒说 把食物递给我 好让我吃我儿子的猎物 我就给你祝福 雅各把食物递给他 他就吃了 又拿酒给他 他也喝了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 我儿啊 你上前来 和我亲嘴 他就上前和父亲亲嘴 他父亲一闻到他衣服的香气 就给他祝福 说 看啊 我儿子的香气 好像蒙耶和华赐福的田地 所发出的香气一样 愿神赐给你天上的干露 地上的沃土 以及大量五谷和美酒 愿万民服侍你 愿万族向你下拜 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人 愿你母亲的子孙向你下拜 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以撒给雅各祝福完了 雅各刚刚从他父亲以撒那里出来的时候 他哥哥以撒就打猎回来了 他也预备了美味的食物 拿来给他父亲 对他说 请我父亲来吃你儿子的猎物 好给我祝福 他父亲以撒问他 你是谁 他回答 我就是你的长子以撒 以撒就大大地震惊起来 说 那么 刚才去打猎 又拿猎物给我的 是谁呢 在你未来已先 我已经吃了 又给他祝福了 他将来必定蒙福 以撒听了他父亲的话 就非常痛心 放声大哭 对他父亲说 我父啊 求你也给我祝福 以撒说 你弟弟已经前来 用诡计把你的祝福夺去了 以撒说 他名叫雅各 不是很对吗 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 从前他夺去我的长子名分 现在他又夺去我的祝福 以撒又说 你再没有祝福留给我吗 以撒回答以撒说 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人 又把他所有的兄弟给了他做仆人 并且把五谷和美酒供给他了 我儿啊 我儿啊 我还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以撒问他的父亲 我父啊 你只有一个祝福吗 我父啊 求你也给我祝福 以撒就放声大哭 他父亲以撒回答他说 你住的地方 必远离地上的沃土 远离天上的甘露 你必依靠刀剑生活 你必服侍你的弟弟 到你自由的时候 你必从你的景象上 挣脱他的恶 以撒因为他父亲给雅各所住的福 就怀恨雅各 以撒心里想 为我父亲守丧的时候尽了 到时我必杀我的弟弟雅各 有人把利百家大儿子以撒所说的话 告诉了利百家 他就派人把他小儿子雅各叫了来 对他说 你哥哥以撒想要杀你 报仇雪恨 我儿啊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起来逃到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吧 与他住些时日 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 你哥哥对你消了怒气 忘记了你对他所做的事 我就派人去把你从那里接回来 我何必在一日之内丧失你们两个呢 利百家对以撒说 我因为这些赫人女子 连性命都厌恶了 如果雅各也从这地的女子中 娶了像这样的赫人女子为妻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以撒把雅各叫了来 给他祝福 并且吩咐他说 你不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起来到巴旦亚兰 你外祖父比土利的家里去 在那里娶你救父拉班的一个女儿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 使你繁殖增多 成为大族 愿神把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使你可以得着你寄居的地为业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于是以撒打发雅各去了 雅各就往巴旦亚兰去 到了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 拉班就是雅各和以撒的母亲立百家的哥哥 以撒见以撒给雅各祝福 又打发他到巴旦亚兰去 在那里娶妻 又见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时候 吩咐他说 你不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又见雅各听从了他父母的话 到巴旦亚兰去了 以撒就看出 他父亲以撒不喜欢迦南的女子 于是以撒到以什玛利那里去 在他两个妻子以外 娶了马哈拉为妻 马哈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什玛利的女儿 尼拜约的妹妹 雅各离开别师巴 到哈兰去 来到一个地方 就在那里过夜 因为太阳已经落了 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把它放在头底下做枕头 就在那里躺下睡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顶直通到天 神的众使者在梯子上下往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向地面的灰尘那么多 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 地上的万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与你同在 你无论到哪里去 我必看顾你 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来 因为 我必不离弃你 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 雅各一觉醒来 说 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 我竟不知道 他就惧怕起来 说 这地方多么可谓啊 这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神的殿 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 把他曾经放在头底下 做枕头的那块石头 立做石柱 在柱上浇了油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但那城起出名叫路斯 于是雅各许了一个愿说 如果神与我同在 在我所走的路上看顾我 赐我食物吃 给我衣服穿 使我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父家 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立做石柱的那块石头 必做神的殿 你赐给我的一切 我必把十分之一献给你 《创世纪》第29章 雅各继续前行 到了东方人的地方 他看见田间有一口井 有三群羊躺卧在井旁 因为人都是用那井里的水给羊群喝 井口上有一块大石头 当所有羊群都到齐了 牧人就把井口的石头滚开 取水给羊群喝 然后把石头放回井口原处 雅各问这些牧人 弟兄们 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 我们是从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 你们认识拿赫的孙子拉班吗? 他们回答 我们认识 雅各又问他们 他平安吗? 他们回答 他的女儿拉姐领着羊群来了 雅各说 现在太阳还高 不是牲畜聚集的时候 你们取水给羊群喝 再去木放吧 他们回答 我们不能这样做 必须等到所有的羊群都到齐了 有人把井口的石头滚开 我们才可以取水给羊群喝 雅各还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姐领着他父亲的羊群来了 拉姐原来是个牧羊女 雅各看见了舅父拉班的女儿拉姐 和舅父拉班的羊群 就上前来 把井口的石头滚开 取水给舅父拉班的羊群喝 雅各和拉姐亲嘴 就放声大哭 雅各告诉拉姐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 是利百家的儿子 拉姐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 拉班听见了 关于外甥雅各的消息 就跑去迎接他 拥抱他和他亲嘴 带他到自己的家里 雅各就把一切经过 都告诉拉班 拉班对雅各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雅各就与拉班同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 你因为是我的外甥 就要白白地服侍我吗 告诉我 你要什么报仇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丽雅 小的名叫拉杰 丽雅的眼睛虽然可爱 拉杰却生得身材美丽 样貌娟秀 雅各爱拉杰 所以对拉班说 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 我把它给你比给别人更好 你就与我同住吧 于是雅各为拉杰服侍了拉班七年 他就看这七年好像几天一样 因为他爱拉杰 雅各对拉班说 期限到了 请把我的妻子给我 好让我与她亲近 拉班就摆设宴席 邀请了那地方所有的人 到了晚上 拉班把自己的女儿丽雅 带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亲近 拉班又把自己的卑女西帕给了女儿丽雅做卑女 到了早晨 雅各才看出原来是丽雅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杰的缘故吗 你为什么欺骗我呢 拉班回答 大女儿还没有出嫁 就先把小女儿嫁出去 我们这地方是没有这规矩的 你与大女儿七天的庆典过了以后 我们也把小女儿给你 只是你要再服侍我七年 于是雅各这样做了 她与丽雅七天的庆典过了以后 拉班就把自己的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把自己的卑女毕拉 给了女儿拉杰做卑女 雅各也与拉杰亲近 并且爱拉杰胜过爱丽雅 于是她在服侍了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丽雅失宠 就使她生育 拉杰却不生育 丽雅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她起名叫刘本 因为她说 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 现在我的丈夫必爱我了 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名叫西勉 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这一次我的丈夫要依恋我了 因为我已经给她生了三个儿子 因此给孩子起名叫立位 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了 因此给孩子起名叫犹大 这样她才停止了生育 创世纪 第三十章 拉杰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孩子 就嫉妒她的姐姐 对雅各说 你要给我儿子 不然我要死了 雅各就向拉杰生气 说 使你不能生育的是神 我能代替他吗 拉杰说 我的卑女毕拉在这里 你可以与他亲近 使他生子归我 我就可以从他得到孩子 于是 拉杰把自己的卑女毕拉 给了雅各为妾 雅各就与他亲近 毕拉怀孕 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拉杰说 神为我申了冤 也垂听了我的声音 赐给我一个儿子 所以给他起名叫但 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杰说 我与姐姐大大的相争 我得胜了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 拿福他利 丽雅见自己停止生育 就把他的卑女西帕 给了雅各为妾 丽雅的卑女西帕 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丽雅说 我真幸运 给他起名叫加德 丽雅的卑女西帕 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丽雅说 我真有福气 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雅舍 到了收割麦子的时候 留本出去 在田间找到了一些蜂茄 就拿来给他母亲丽雅 拉杰对丽雅说 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 分一些给我 丽雅回答拉杰 你夺去了我的丈夫 还算小事吗 你还要夺去我儿子的蜂茄吗 拉杰说 好吧 今夜就让他与你同睡 来交换你儿子的蜂茄 到了晚上 雅各从田间回来 丽雅出去迎接他 说你要与我亲近 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 把你顾下了 那一夜 雅各就与丽雅同睡 神垂听了丽雅的祷告 丽雅就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丽雅说 神给了我仇报 因为我把我的卑女给了我的丈夫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以撒迦 丽雅又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丽雅说 神把美好的礼物送了给我 这一次 我的丈夫要抬举我了 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西布伦 后来 丽雅又生了一个女儿 给她起名叫底拿 神顾念拉杰 垂听了她的祷告 使她能生育 拉杰就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说 神把我的耻辱除去了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约瑟 说 愿耶和华再给我一个儿子 拉杰生了约瑟以后 雅各对拉班说 请你让我走吧 我好回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故乡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 所得的妻子和儿女都给我 让我回去 我怎样服侍了你 你是知道的 拉班对她说 我若蒙你赏脸 请你不要走 因为我得了神旨 知道耶和华赐福给我 是因你的缘故 她又说 请你订你的工资吧 我必给你 雅各对拉班说 我怎样服侍了你 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情形怎样 你是知道的 我没来以前 你所有的很少 现在却大大的增加了 耶和华随着我的脚踪赐福给你 现在我什么时候才能新加利业呢 拉班问 我该给你什么 雅各回答 你什么也不必给我 只要你答应我这一件事 我就继续目放看守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 凡有斑点的羊 黑色的绵羊和有斑点的山羊 都挑出来 作为我的工资 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资的时候 我好对你证明我的工资 凡在我手里没有斑点的山羊 或不是黑色的绵羊 都算是我偷来的 拉班回答 好吧 就照你的话去做 把树皮 把树皮剥成白色的条纹 使枝子露出白的部分来 然后把剥了皮的枝子 插在水沟和水槽里 枝子正对着来喝水的羊群 羊群来喝水的时候 就彼此交配 羊群对着枝子交配 就生下有条纹和有斑点的小羊来 雅各把羊羔分别出来 使拉斑的羊对着这些有条纹的 和所有黑色的羊 他为自己另组羊群 不把它们放在拉斑的羊群中 到了肥状的羊群要交配的时候 雅各就在羊群的面前 把枝子插在水沟里 使它们在枝子中间彼此交配 但当瘦弱的羊群交配的时候 雅各就不插枝子 这样瘦弱的就归拉斑 肥状的就归雅各 于是雅各变成非常富有 拥有很多羊群 仆悲 骆驼 和驴 雅各听见拉斑的众子谈论说 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 他这一切财物都是从我们父亲的财产那里得来的 雅各也注意到拉斑的脸色 对自己不像从前那样了 那时 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到你列祖之地 到你的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就派人把拉结和利亚交到田间的羊群那里去 对他们说 我注意到你们父亲的脸色 对我不像从前那样了 但是我父亲的神与我同在 我尽了我的力量来服侍你们的父亲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的父亲却欺骗了我 十次更改了我的工资 但神不容许他伤害我 如果他说 有斑点的算是你的工资 羊群所生的全部都有斑点 如果他说 有条纹的算是你的工资 羊群所生的全部有条纹 这样 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 赐给我了 有一次 羊群交配的时候 我在梦中举目观看 看见爬在母羊身上的公山羊 都是有条纹 有斑点 和有花斑的 神的使者在梦中对我说 雅各 我说 我在这里 他说 你举目观看 所有爬在母羊身上的公山羊 都是有条纹 有斑点 和有花斑的 因为拉班向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见了 我就是伯特利的神 你曾经在那里用油膏过石柱 又在那里向我许过愿 现在你要启程 离开这地 回到你的亲族那里去吧 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 在我们父亲的家里 我们还有可得的分和产业吗 他不是把我们看作外人吗 因为他把我们卖了 吞没了我们的身价 神从我们父亲夺回来的一切财物 都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 现在神吩咐你的一切 你只管做吧 于是雅各起来 叫他的儿女和妻子们都骑上骆驼 又赶着他所有的牲畜 带着他所得的一切财物 就是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 要到迦南地 他父亲以撒那里去 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 拉杰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 雅各瞒着亚兰人拉班 没有告诉拉班他将要逃走 于是雅各带着他所有的一切逃走了 他启程度过了大河 面对着激烈山走去 到了第三天 有人告诉拉班说 雅各逃走了 拉班就带着自己的众兄弟追赶他 追了七日的路程 才在激烈山把他们追上了 当天晚上 神在梦中来到亚兰人拉班那里 对他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什么 拉班追上了雅各 当时雅各已经在山上支搭了帐篷 拉班和他的众兄弟 也在激烈山上支搭了帐篷 拉班对雅各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瞒着我 把我的女儿们 当作战俘一样带走了 你为什么暗中逃走 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使我可以欢欢喜喜地唱歌 挤鼓 弹琴 给你送行呢 你又不让我 与我的外孙和女儿亲嘴 你所做得太糊涂了 我本来有能力可以伤害你 但昨天晚上 你们父亲的神 对我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什么 现在 你既然可想你的父家 一定要回去 为什么又偷我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拉班说 我逃走是因为我害怕 我心里想 恐怕你会把你的女儿们 从我的手中抢走 至于你的神像 你在谁身上搜出来 那人就不该活着 你当着我们众兄弟面前查一查 如果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你只管拿去 原来雅各不知拉杰偷了神像 拉班进了雅各的帐篷 丽雅的帐篷 和两个卑女的帐篷 都没有搜出什么 于是从丽雅的帐篷出来 进了拉杰的帐篷 拉杰已经把神像放在骆驼的安下 自己坐在上面 拉班搜遍了帐篷 但没有搜出什么 拉杰对他父亲说 求我主不要生气 我不能在你面前起来 因为我正有女人的惊奇 这样 拉班彻底搜查了 也搜不出那神像来 雅各就生气 与拉班争吵起来 雅各则问拉班说 我到底有什么过犯 有什么罪恶 你竟这样急速地追赶我呢? 你已经搜遍了我所有的家具 你有找到你家的东西没有 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在你我的众兄弟面前 让他们可以在你我中间判断一下 这二十年来 我与你在一起 你的母绵羊和母山羊没钓过胎 你羊群中的公羊 我没有吃过 被野兽撕裂的 我没有给你带回来 都是由我自己赔偿 无论白天偷去的 或是黑夜偷的 你都要我负责 我白天受尽炎热 黑夜受尽寒霜 不能入睡 我经常是这样 我这二十年 在你的家里 为你的两个女儿 服侍了你十四年 为你的羊群 服侍了你六年 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资 如果不是我父亲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所敬畏的神 与我同在 你现在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 但神看见了我的苦情 和我手中的辛劳 所以他昨天晚上责备了你 拉班回答雅各说 这些女儿是我的女儿 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 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 其实你眼所见的一切 都是我的 但我今日 像我的女儿 和他们所生的孩子 能做什么呢 来吧 现在我和你可以立约 作为你我之间的证据 雅各就拿了一块石头 立作石柱 雅各又对自己的众兄弟说 你们把石头堆聚起来 他们就把石头拿来 堆成了一堆 他们又在石堆旁边吃喝 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萨哈杜他 雅各却称那石堆为迦雷德 拉班说 今天这堆石头是你我之间的证据 因此它名叫迦雷德 又名叫米斯巴 因为拉班说 我们彼此分离以后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见察 你若苦待我的女儿 或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子 虽然没有人在我们中间作证 但你要注意 神就是你我之间的见证人 拉班又对雅各说 你看这堆石头 看我在你我之间所树立的石柱 这堆石头就是证据 这石柱也是证据 我绝不越过这石堆到你那里去 你也绝不可越过这石堆和石柱 到我这里来害我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 拿赫的神 就是他们父亲的神 在我们中间判断 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 所敬畏的神起誓 雅各又在身上献祭 叫了自己的众兄弟来吃饭 他们吃了饭 就在山上过夜 拉班清早起来 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 给他们祝福 然后拉班离开那里 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创世纪第32章 雅各继续他的路程 神的众使者遇见他 雅各看见他们 就说 这是神的军队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雅各先派使者到西尔地 就是以东的地区 他的哥哥以扫那里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对我主以扫这样说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 一直到现在 我拥有牛、驴、羊群、仆壁 现在派人来报告我主 希望得到你的欢心 使者回到雅各那里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 正迎着你来 雅各感到非常惧怕和焦虑 就把随行的人 羊群、牛群和骆驼分成两对 心里想 即使以扫来击杀这一对 余下的一对还可以逃脱 雅各说 耶和华 我祖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以扫的神啊 你曾经对我说过 回到你自己的故乡 到你的亲族那里去 我必后待你 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 我实在不配得 从前我只拿着我的手杖 过着约旦河 现在我却拥有这两对人马了 求你借我脱离我哥哥姨嫂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急杀我 连母亲和孩子也急杀了 你曾经说过 我必后待你 使你的后翼好像海边的沙一样 多到不可生数 那天晚上 雅各在那里过夜 然后 从他所拥有的牲畜中 取出一部分 作为给他哥哥以扫的礼物 就是母山羊二百只 公山羊二十只 母绵羊二百只 公绵羊二十只 哺乳的母骆驼三十匹 各带着鞠子 母牛四十头 公牛十头 母驴二十头 公驴十头 雅各把这些分成一对一对 交在仆人的手里 又对仆人说 你们先过去 每对之间要留一段距离 他又吩咐走在最前的仆人说 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 如果问你 你的主人是谁 你要到哪里去 在你前面的这些牲畜 是谁的 你就要回答 是你仆人雅各的 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 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 他又吩咐第二个 第三个和所有跟在队伍后面的人说 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 都要这样对他说 你们还要说 你的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 因为他心里想 我先送礼物去 借此与他和解 然后再与他见面 或者他会原谅我 于是 礼物先过去了 那天晚上 雅各在营中过夜 雅各漏夜起来 带着他的两个妻子 两个卑女 和十一个孩子 都过了雅伯渡口 他带着他们 先打发他们过河 然后又打发他所有的都过去 只留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脚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 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 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脚的时候 大腿窝脱了结 那人说 天快亮了 让我走吧 雅各说 如果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 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了圣 雅各问他说 请把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回答 为什么问我的名呢? 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于是 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 意思说 我面对面看见了神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雅各经过皮努伊勒的时候 太阳刚刚出来 照在他身上 他因为大腿的伤 跛脚行走 因此 以色列人直到现在 都不吃大腿窝上的精 因为那人在雅各的大腿窝上的精 打了一下 创世纪第33章 雅各举目观看 见以色带着400人来了 他就把孩子分开三对 交给丽雅、拉杰和两个卑女 他叫两个卑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 丽雅和他的孩子跟着 拉杰和约瑟走在最后 他自己却走在他们前面 七次俯伏在地 直到走进他哥哥跟前 以色跑来迎接他 拥抱他 扶在他景象上 与他亲嘴 两个人都哭了 以色举目观看 看见妇人和孩子 就问 这些与你同来的人是谁 雅各回答 是神赐给你仆人的孩子 于是 两个卑女和他们的孩子上前下拜 丽雅和他的孩子也上前下拜 随后 约瑟和拉杰也上前下拜 以色又问 我遇见的这一群牲畜是什么意思呢? 雅各回答 是要讨我主喜悦的 以色说 弟弟啊 我已经很富有了 你的人归你吧 雅各说 请不要这样 我若得你的喜悦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吧 因为我看见了你的面 就好像见了神的面 你实在恩待了我 请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因为神施恩给我 我什么都有了 雅各再三恳求他 他才收下了 以色说 我们启程前行吧 我和你一起走 雅各对他说 我主知道孩子们还黏幼娇嫩 牛羊也正在乳羊的时候 需要我的照顾 如果要催赶他们走一天的路 恐怕所有牲畜都要死了 请我主在仆人前头先行 我要照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们的速度慢慢前行 只走到西尔我主那里去 以色说 让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吧 雅各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 只要我得我主的喜悦就是了 于是以色在那一天回西尔去了 雅各却启程到舒哥去 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房子 又为牲畜搭了些草棚 因此给那地方起名叫舒哥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 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世建城 在城的对面支搭了帐篷 他支搭帐篷的那块地 是他用一百块银子 向世建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来的 在那里雅各建了一座坛 给他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创世纪》第34章 丽雅给雅各所生的女儿李拿 出去要看看当地的女子 当地的首长西尉人哈姆的儿子世建 看见他就拉住他 把他强奸 侮辱了他 世建的心 唸目雅各的女儿李拿 他深爱这少女 就用甜言蜜语安慰他 世建对他父亲哈姆说 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 雅各听见世建 监污了他的女儿李拿 但那时 他的儿子正在田间看守他的牲畜 所以他没有作声 只等他们回来 世建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 要与他商议 雅各的儿子听见了这事 就从田间回来 个人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愤怒 因为世建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就是把雅各的女儿监污了 这是不应该做的 哈姆与他们商议说 我儿子世建的心 依恋你们家的女儿 请你们把他给我的儿子为妻吧 你们与我们可以彼此结亲 你们可以把女儿嫁给我们 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为妻 这样你们可以与我们同住 这地就摆在你们面前 只管在其中居住 来往做买卖 购置产业吧 世建对抵拿的父亲 和他的兄弟说 但愿我得你们的喜悦 无论你们要什么 我必给你们 任由你们向我要多重的聘金 和多大的礼物 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 只要你们把这少女给我为妻就是了 雅各的重子 因为世建监污了他们的妹妹抵拿 就用欺诈的话回答世建和他父亲哈姆 对他们说 我们不能把妹妹给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 因为那是我们的耻辱 只有一个条件 我们才可以答与你们 就是你们当中所有的男子都受割礼 像我们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女儿嫁给你们 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为妻 我们可以与你们同住 大家成为一族人 但如果你们不肯听从我们受割礼 我就要把我们家的女儿带走了 哈姆和他儿子世建 觉得他们的提议很好 那少年就立刻照着去做 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 他在他父亲的全家中又是最受尊敬的 哈姆和他儿子世建 来到自己的城的门口 对城里的人说 这些人与我们和平相处 不如让他们在这地居住 来往做买卖吧 这地两边都很宽阔 可以容纳他们 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这些人才应允与我们同住 大家成为一族人 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子都受割礼 好像他们受了割礼一样 这样他们的牲畜 财产和所有的牲口 不都要归我们所有吗 只要我们应允他们的条件 他们就与我们同住了 所有从城门出入的人 都听从了哈姆和他儿子世建的话 于是所有从城门出入的男子 都受了割礼 到了第三天 他们正在疼痛的时候 雅各的两个儿子 就是底拿的哥哥西勉和利未 拿着刀剑 趁着他们想不到的时候 进了纳城 把所有的男子都杀了 又用刀剑杀了哈姆和他儿子世建 然后从世建的家里把底拿带走 雅各的儿子 因为他们的妹妹被人监污了 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 抢掠纳城 夺去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 以及城里和田间所有的 又把他们所有的财物 孩子和妇女都掳去 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抢掠一空 雅各对西勉和利未说 你们连累了我 使我在这地的居民 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喜人中间 成了可赠的人 我们人数不多 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攻击我 我和我的家就必灭绝了 他们回答说 他怎可以带我们的妹妹 好像妓女一样呢? 创世纪第35章 神对雅各说 起来上伯特里去 住在那里 你要在那里逐一座坛给神 就是从前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那一位 雅各就对他的家人 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说 你们要除去你们中间外族人的神像 你们要洁净自己 更换你们的衣服 我们要启程上伯特里去 我要在那里给神筑一座祭坛 祂就是在我遭患难的时候应允我的呼求 在我所行的路上 与我同行的那一位 他们就把自己手中所有外族人的神像 和自己耳朵上的环子 都交给雅各 雅各把这些东西 埋在事件附近的橡树底下 他们出发了 神使周围的城市都非常惧怕 他们就不追赶雅各的儿子 于是雅各和与他在一起的人 到了迦南地的路斯 就是伯特利 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就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 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 神曾经在那里向他显现 利百家的儒母底波拉死了 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 所以给那棵树起名叫亚伦巴谷 雅各从巴黛亚兰回来以后 神再次向他显现 赐福给他 神对他说 你的名原是雅各 但以后不要再叫雅各 以色列才是你的名 这样 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 神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繁殖增多 必有一大国从你而生 又必有很多君王从你而出 我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 我要赐给你 我也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神从与雅各谈话的地方 离开他上升去了 雅各就在神与他谈话的地方 立了一根石柱 在柱上浇了电剂和油 雅各给神与他谈话的地方 起名叫伯特利 他们从伯特利启程 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 拉结产齐到了 但他遇到难产 他正在极辛苦的时候 接生婆对他说 不要怕 你这次又得了一个儿子 拉结快要死了 正要断气的时候 他给他儿子起名叫辩厄尼 他的父亲却叫他辩雅敏 拉结死了 藏在通往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雅各在他的坟墓上立了一根柱子 就是拉结的墓碑 到今天还在 以色列又启程前行 在以德台那边支搭了帐篷 以色列在那地居住的时候 刘本进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睡 这事以色列也听见了 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 利雅的儿子有 雅各的长子刘本 以及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和西布伦 拉结的儿子有 约瑟和遍雅敏 拉结的卑女 比拉的儿子有 但和拿佛塔利 利雅的卑女 西帕的儿子有 迦德和雅舍 这些都是雅各在巴黛亚兰所生的儿子 雅各来到基列亚巴的曼利 他父亲以萨那里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以萨是亚伯拉罕和以萨寄居过的地方 以萨一生的年日共一百八十岁 以萨年纪老迈,享尽天年就弃绝而死 归到他的亲族那里去了 他儿子以嫂和雅各把他葬了 《创世纪》第36章 以下是以嫂的后代 以嫂就是以东 以嫂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 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雅大 和西魏人寄辩的孙女 雅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 又娶了以石玛丽的女儿 尼拜约的妹妹巴什摩 雅大给以嫂生了以利法 巴什摩生了刘尔 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施 雅兰和可拉 这些都是以嫂的儿子 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嫂带着他的重妻子 儿女和家中所有的人 以及他的牲畜 所有的牲口和他在迦南地 所得的一切财产 离开他的弟弟雅各 到别的地方去了 因为他们都有很多财物 所以不能住在一起 又因他们牲畜很多的缘故 他们寄居的地方也容不下他们 于是以嫂住在西尔山上 以嫂就是以东 以下是西尔山以东人的始祖以嫂的后代 这些是以嫂重子的名称 以利法是以嫂的妻子 雅大的儿子 刘尔是以嫂的妻子 巴什摩的儿子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 阿摩 喜波 加坦 和基纳斯 提纳是以嫂的儿子 以利法的妻 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 以上这些人是以嫂的妻子 雅大的子孙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 谢拉 沙玛 和米萨 这些人是以嫂的妻子 巴什摩的子孙 以下是祭辩的孙女 雅拿的女儿 以嫂的妻子 阿和利巴玛的儿子 他给以嫂生了耶乌施 亚兰和可拉 以下是以嫂子孙中的族长 以嫂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 有提曼族长 阿摩族长 喜波族长 基纳斯族长 可拉族长 加坦族长 雅玛利族长 这些人是以东地以利法的族长 都是雅大的子孙 以嫂的儿子 刘尔的子孙中 有拿哈族长 谢拉族长 沙玛族长 和米萨族长 这些人是以东地 刘尔的族长 都是以嫂的妻子 巴什摩的子孙 以嫂的妻子 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 有耶乌斯族长 亚兰族长 和可拉族长 这些人是雅拿的女儿 以嫂的妻子 阿和利巴玛的族长 以上这些人就是以嫂的子孙 和他们的族长 以嫂就是以东 以下是那地原有的居民 和利人 西尔的儿子 罗滩 朔巴 祭辩 雅拿 底顺 以查 和底山 这些人是以东地 和利人 西尔子孙中的族长 罗滩的儿子是 和利和西曼 罗滩的妹妹是 婷娜 朔巴的儿子是 雅勒文 马拿霞 以巴路 士波和阿南 祭辩的儿子是 雅雅和雅拿 当年在旷野目放他父亲 祭辩的驴 发现了温泉的就是雅拿 雅拿的儿子是底顺 雅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 底顺的儿子是 心诞 伊士班 易兰 和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 碧汉 萨帆 和雅干 底山的儿子 是乌斯和雅兰 以下是 和利人的族长 罗滩族长 朔巴族长 祭辩族长 祭辩族长 雅拿族长 底顺族长 以查族长 底山族长 这些都是和利人的族长 在西尔地 按着他们的宗族做族长的 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统治之前 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 比尔的儿子 比拉在以东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庭哈巴 比拉死后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 约巴接替他做王 约巴死后 从提曼地来的护山 接替他做王 护山死后 彼达的儿子哈达 接替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原野上 击败了米店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雅卫德 哈达死后 马士利家人桑拉接替他做王 桑拉死后 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 接替他做王 扫罗死后 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 接替他做王 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死后 哈达接替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乌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米萨和的孙女 马特列的女儿 以下是以嫂所出族长的名字 他们是按着自己的家族和住处命名的 提纳族长 雅勒瓦族长 耶铁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米比萨族长 马基迭族长和以兰族长 这些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在所得作为产业的地上 按着他们的住处做族长 以东的始祖就是以嫂 《创世纪》第37章 雅各住在他父亲寄居的地方 就是迦南地 雅各的历史记在下面 约瑟17岁的时候 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孩童 与他父亲的妾 毕拉和西帕的种子 藏在一起 约瑟把他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 以色列爱约瑟 过于爱其他的儿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色长衣 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能与他和和气气地说话 约瑟做了一个梦 把梦告诉哥哥们 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 请听我所做的这个梦 我们正在田间捆麦子 我的麦捆忽然站立起来 你们的麦捆都来围着我的下拜 他的哥哥们对他说 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 真的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为了约瑟的梦和他的话 越发恨他 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 也把梦向哥哥们述说了 他说 我又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太阳 月亮和十一颗星向我下拜 约瑟把梦向他父亲和哥哥们述说了 他父亲就斥责他说 你所做的这梦是什么梦呢? 我和你母亲以及你的兄弟 真的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 他父亲却把这事记在心里 约瑟的哥哥们去了世间 目放他们父亲的羊群 以色列对约瑟说 你的哥哥们不是在世间目放羊群吗? 来吧 我要派你到他们那里去 约瑟回答他 我在这里 以色列对他说 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是不是平安 羊群是不是平安 就回来告诉我 于是打发他离开西伯伦谷 他就到世间去了 有人遇见约瑟在田间迷了路 就问他说 你找什么? 他回答 我正在找我的哥哥们 请你告诉我 他们在哪里目放羊群 那人说 他们已经离开了这里 我听见他们说 我们要到多滩去 于是约瑟去追寻哥哥们 结果在多滩找到了他们 他们远远就看见了他 趁他还没有走近 大家就谋害他 要把他杀死 他们彼此说 看哪 那做梦的人来了 来吧 我们把他杀了 丢在一个枯井里 就说 有猛兽把他吃了 我们要看看他的梦将来要怎么样 刘本听见了 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 他说 我们不可取他的性命 刘本又对他们说 不可流他的血 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枯井里 不可下手害他 刘本的意思 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把他带回去给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脱去他的外衣 就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彩衣 他们拿住约瑟 把他丢在枯井里 那井是空的 里面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 举目观看 见有一群以食马力人 从基地来 他们的骆驼 带着香料 乳香和墨药 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他的众兄弟说 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 把他的血隐藏起来 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食马力人 不要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众兄弟就听从了他 有些米店的商人经过那里 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从枯井里拉上来 以二十块银子把它卖给以食马力人 以食马力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刘本回到枯井那里 见约瑟不在井里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他回到兄弟们那里去 说孩子不见了 我可到哪里去呢 于是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 把约瑟的长衣粘在鞋里 然后打发人 把彩衣送到他们父亲那里 说 这是我们找到的 请你认一认 是你儿子的长衣不是 他认出这件长衣 就说 是我儿子的长衣 有猛兽把它吃了 约瑟真的被撕碎了 雅各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腰束麻布 为他儿子哀悼了很多日子 他所有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 他却不肯接受他们的安慰 说 我要悲悲哀哀地下到阴间 到我的儿子那里去 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米甸人后来把约瑟卖到埃及去 卖给法老的一个臣仔 君长波提伐 创世纪第38章 那时尤大离开他的众兄弟下去 到一个雅度兰人的家里居住 那人名叫希拉 尤大在那里看见迦南人舒亚的女儿 就娶了他 与他亲近 他就怀了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尤大给他起名叫尔 他又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俄南 他再怀孕 又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士拉 他生士拉的时候 尤大正在击西 尤大为自己的长子尔娶妻 名叫他玛 尤大的长子尔 在耶和华眼中是个恶人 所以耶和华取去他的性命 于是尤大对俄南说 你去与你哥哥的妻子亲近 向他寄你做弟弟的本分 替你的哥哥利后 俄南知道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归自己 所以每次与哥哥的妻子亲近的时候 都宜经在地上 免得替自己的哥哥利后 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是件恶事 所以耶和华也取去他的性命 于是尤大对他的媳妇他玛说 你回到你父亲家里去守寡 等我的儿子士拉长大 因为他心里想 恐怕士拉也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死去 他玛就回去 住在他父亲的家里 过了很多日子 尤大的妻子 舒雅的女儿死了 守丧的时间过了以后 尤大就和他的朋友 雅度兰人希拉上亭拿去 到替他羊群捡毛的人那里 有人告诉他玛说 你的公公现在上亭拿去捡羊毛 他玛见士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她为妻 就脱去守寡的衣服 用帕子蒙脸遮蔽自己 坐在亭拿路上 伊拿印的城门口 尤大看见他 以为他是个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尤大就过到他那边去 说 来吧 让我与你亲近 原来他不知道 他就是自己的媳妇 他玛说 你与我亲近 要给我什么呢? 尤大说 我从羊群中 拿一只小山羊送给你 他玛说 在你没有送来以前 你可以留些东西作为保证吗? 尤大问 你要我给你什么做保证呢? 他玛回答 你的印戒 连同印的袋子 以及你手里的账 尤大就给了他 与他亲近 他就从尤大怀了孕 他玛起来走了 脱去帕子 再穿上手寡的衣服 尤大托自己的朋友 雅杜兰人 把一只小山羊送去 要从那女人手中取回保证物 却找不着她 希拉问那地方的人说 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呢? 他们回答 这里是没有妓女的 那人回去见尤大说 我找不着她 并且那地的人都说 这里是没有妓女的 尤大说 那些东西任她拿去吧 免得我们被人吃笑 我已经把这小山羊送了去 可是 你找不着她? 大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尤大说 你的媳妇塔玛做了妓女 并且因此怀了孕 尤大说 把她拉出来烧死她 她马被拉出来的时候 派人去见她的公公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了孕 她又说 请你认一认 这印戒 印的袋子和手杖是谁的 尤大认出那些东西 就说 她比我更有理 因为我没有把她给我的儿子 施拉为妻 从此 尤大就不再与她亲近了 到了她马将要生产的时候 腹中竟是一对双胎 她正在生产的时候 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 接生婆拿了一根猪红线 戏在她的手上说 这一个是先出生的 她把手收回去的时候 她的哥哥就出来了 接生婆说 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 因此给她起名叫法勒斯 接着 手上系着一根猪红线的弟弟 也出来了 因此给她起名叫谢拉 《创世纪》第39章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了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陈仔 军长波提伐 从那些带约瑟下来的 以什玛利人手里买了他 耶和华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约瑟就事事顺利 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 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得主人的欢心 服侍他的主人 他主人指派他管理他的家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指派约瑟管理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 他家里和田间所有的一切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伐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里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以外 其他的事他一概不管 约瑟生来体格壮健容貌俊美 这些事以后 约瑟主人的妻子以慕传情给约瑟 说 与我同睡吧 约瑟不肯 对他主人的妻子说 你看 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 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除你以外 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 他虽然天天对约瑟这样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肯与他同睡 也不与他在一起 有一天 约瑟到屋里办事 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 妇人就抓住约瑟的衣服说 与我同睡吧 约瑟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妇人的手里 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见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 跑到外面去 就把家里的人都叫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 我丈夫带回来的西伯来人想调戏我 他进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睡 我就大声呼叫 他一听见我高声呼叫 就把衣服留在我身边 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他身边 等他的主人回家 他又用同样的话对他说 你带回家来的西伯来人 静静到这里来 要调戏我 我高声呼叫 他就把衣服留在我身边 跑到外面去了 约瑟的主人听了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 说 你的仆人就是这样对待我 他就非常生气 于是 约瑟的主人拿住约瑟 把他关在间里 就是王的囚犯被监禁的地方 约瑟就在那里做监 但是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慈爱 使他得到监狱长的欢心 因此 监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里 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事物都由约瑟负责处理 凡交在约瑟手里的事物 监狱长一概不闻不问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创世纪第四十章 这些事以后 埃及王的九政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人埃及王 法老就恼怒九政和善长这两个臣仔 把他们关在军长府内的监房里 就是约瑟被囚禁的地方 军长把他们交给约瑟 约瑟就伺候他们 他们在监房里过了好些日子 他们二人就是被关在监里的埃及王的九政和善长 同一夜各做了一个梦 二人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 到了早晨 约瑟进去到他们那里 见他们神色不安 就问法老的两个臣仔 就是与他一同关在他主人府内的监房里的 说 今天你们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呢? 他们回答他 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 但没有人能够解释 约瑟对他们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把梦告诉我吧 九政就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 对他说 在梦里我看见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 葡萄树上有三根枝子 树一发芽就开了花 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杯在我手里 我拿了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 把杯递在法老的手里 约瑟对他说 这梦的解释是这样 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使你抬起头来 恢复你原来的职位 你仍要把杯递在法老的手里 好像先前做他的九政时一样 不过你一切顺利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施恩给我 在法老面前提拔我 借我脱离这监狱 我实在是从西伯来人之地被拐来 就是在这里 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该被关在监牢里的 善长借梦解得好 就对约瑟说 我也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我看见自己头上有三篮白饼 最上面的篮子里 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 但飞鸟来吃我头上篮子里的食物 约瑟回答 这梦的解释是这样 三个篮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砍下你的头来 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到了第三日 就是法老的生日 他为臣仆摆设宴席 在他们面前把九正和善长提出间来 恢复了九正原来的职位 叫他可以把杯递在法老的手中 法老却把善长挂起来 正如约瑟给他们的解释一样 但是九正并不纪念约瑟 竟把他忘记了 创世纪第四十一章 过了两年 法老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健美又肥壮 在芦苇中吃草 接着又有另外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又瘦弱 站在岸上其他母牛旁边 这些丑陋瘦弱的母牛 竟把那些健美肥壮的母牛吃掉 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 做了第二个梦 梦见一根麦筋 长出七个麦穗 又肥壮又美好 接着又长出七个麦穗 又干瘦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干瘦的麦穗 竟把那七个又肥壮又饱满的麦穗 被吞下去 法老就醒了 原来是一个梦 到了早晨 法老心里烦乱 就派人去把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都召了来 法老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们 但是没有人能替法老解梦 那时九正告诉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了我的过错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 把我和善长关在军长府的监房里 我们二人在同一夜都做了梦 我们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 在那里有一个西伯来的少年人与我们在一起 他是军长的仆人 我们把梦告诉了他 他就替我们解梦 个人的梦有不同的解释 结果事情都照着他给我们的解释实现了 我恢复了原职 善长却被挂起来 法老于是派人去照约瑟 他们就急忙把约瑟从尖里带出来 他剃了头 刮了脸 换了衣服 就进去见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能够解释 我听见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释 约瑟回答法老说 解梦不在于我 但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解答 法老告诉约瑟 在梦里 我看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贱美 在芦苇中吃草 接着 又有另外七头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消瘦又十分丑陋 在埃及全地 我没有见过这样丑陋的牛 这又消瘦又丑陋的母牛 竟把先前七头肥壮的母牛吃掉 他们吃了以后 却看不出他们是吃掉了肥牛 因为他们丑陋的样子 仍是与先前一样 我就醒了 在梦里 我又看见一根麦精 长出七个麦穗 又饱满又美好 接着 又长出了七个麦穗 又枯干又干瘦 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干瘦的麦穗 竟把那七个美好的麦穗吞下去 我把梦告诉了术士 但是 没有人能替我解答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都是同一个意思 神已经把所要做的事告诉法老了 七头美好的母牛是七年 七个美好的麦穗也是七年 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 那接着上来的七头 又消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 那七个不结时 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也是七年 都是七年饥荒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要做的事 他已经向法老写明了 看哪 埃及全地必有七年大丰收 接着又必有七年饥荒 甚至埃及地所有的丰收都被人忘记了 饥荒必把这地毁灭 因为接着而来的饥荒太严重了 使人不觉得这地有过丰收 至于法老两次做梦 是因为神已经命定这事 并且要快快地实行 因此 法老要找一个有见识 有智慧的人 派他管理埃及地 法老要这样行 在国中 指派官员 当七年丰收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出产的五分之一 又叫他们把将要来的七个丰年的粮食收集起来 积蓄五谷归在法老的手下 收在各城里做粮食 这些粮食要储存起来 可以应付将来埃及地的七年饥荒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的臣仆都赞同这件事 于是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我们怎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然把这事指示了你 就再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见识、有智慧了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人民都要听从你的话 只有在王位上 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你看 我任命你治理埃及全地 于是法老脱下他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的衣服 把金锦链挂在他的锦像上 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 有人在他前面喊着 跪下 这样法老任命了约瑟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 但在埃及全地 如果没有你的许可 没有人可以随意做事 法老给约瑟起名叫 萨发纳特巴内亚 又把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雅西娜给约瑟为妻 约瑟出去巡行埃及全地 约瑟市立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时候 年三十岁 约瑟从法老面前出来 遍行埃及全地 在七个丰年的时候 地里的出产非常丰盛 约瑟把埃及七个丰年的一切粮食都收集起来 把粮食存放在城中 各城周围田地所出的粮食也存放在各城中 约瑟积蓄了极多的五谷 好像海沙那样多 甚至他不再计下数量 因为实在无法计算 在荒年还没有来到以前 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是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雅西娜给约瑟生的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 以及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 埃及地的七年丰收一结束 七年饥荒就随着来了 正像约瑟所说的一样 各地都有饥荒 只有埃及全地仍有粮食 等到埃及全地也要挨饿的时候 人民就向法老求粮 法老对所有的埃及人说 你们到约瑟那里去 他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当时饥荒遍及全国 约瑟就开了所有的粮仓 把粮食卖给埃及人 因为埃及地的饥荒非常严重 各地的人都到埃及去向约瑟买粮 因为各地的饥荒都非常严重 创世纪第42章 雅各见埃及有粮食 就对儿子们说 你们为什么彼此对望呢? 他又说 我听说埃及有粮食 你们下到那里去 给我们买些粮食 使我们可以活下去 不致饿死 于是 约瑟的十个哥哥就下去了 要从埃及买五谷 但雅各并没有打发 约瑟的弟弟 并雅敏 与哥哥们同去 因为雅各说 恐怕他会遇到灾害 以色列的种子也在前来买粮的人群中 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官长是约瑟 卖粮给那地所有的人民的就是他 所以 约瑟的哥哥们来俯伏在地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 就认得他们 可是他装作陌生人 对他们说严厉的话 问他们 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 我们是迦南地来买粮食的 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 他们却不认得他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关于他们的两个梦 就对他们说 你们是间谍 是来侦查本地的虚实 他们对他说 我主啊 不是这样 仆人们实在是来卖粮食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间谍 约瑟对他们说 不是的 你们实在是来侦查本地的虚实 他们说 仆人们本是兄弟十二人 我们都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最小的 现在与我们的父亲在一起 还有一个不在了 约瑟对他们说 我刚才对你们说 你们是间谍 这话实在不错 我要这样试试你们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绝不得离开这里 你们可以派你们中间一个人回去 把你们的弟弟带来 其余的人都要囚禁起来 好证明你们的话真实不真实 如果不真实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你们就是间谍 于是 约瑟把他们收在间房里三天 到了第三天 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要这样做 就可以活着 如果你们是诚实人 就叫你们兄弟中一个人囚禁在间里 你们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解救你们家人的饥荒 然后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 这样就可以证明你们的话是真实的 你们就不必死了 他们就照样做了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对待弟弟的世上实在有罪 他向我们求情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心里的痛苦 却不肯听他 所以 这次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 刘本回答他们说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要伤害那孩子吗 可是 你们不肯听 现在 刘他写的罪 要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 约瑟听得明白 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当传译 约瑟转身离开他们 哭了一阵 又回到他们那里 和他们说话 然后从他们中间拉出西面来 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起来 约瑟吩咐人把五谷装满他们的袋 把他们的银子放回个人的布袋里 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 一切就照样办了 他们把粮食拖在他们的驴上 离开那里去了 到了住宿的地方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打开了布袋 要拿饲料喂驴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银子还在袋口那里 于是对兄弟们说 我的银子都归还了 你们看 就在我的布袋里 他们就心里惊慌 彼此战战兢兢地说 神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回到迦南地 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把他们遭遇的一切事都告诉了他 说 纳地的主人对我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 把我们当作侦查纳地的间谍 我们对他说 我们是诚实人 并不是间谍 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 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 有一个不在了 最小的 现在与我们的父亲一起在迦南地 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 我用这个办法 就可以知道你们是不是诚实人 你们兄弟中 要留下一人在我这里 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解救你们家人的饥荒 然后 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 我就知道你们不是间谍 而是诚实人了 这样 我就把你们的兄弟交还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在这地自由来往 后来 他们到布袋的时候 不料个人的银包 仍然在个人的布袋里 他们和他们的父亲看见了银包 就都惧怕起来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 你们总是使我丧失儿子 约瑟没有了 西面也没有了 你们还要把变雅敏带走 每一件事都是针对我 刘本对他父亲说 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给你 你可以杀死我的两个儿子 只管把他交给我吧 我必把他带回来给你 雅各说 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 因为他的哥哥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 如果他在你们所走的路上遇到不幸 你们就使我这白发老人 愁愁苦苦地下阴间去了 那地的饥荒十分严重 他们把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都吃完了 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 你们再去替我买些粮食回来吧 犹大对他说 那人认真地警告我们说 如果你们的弟弟不与你们一起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如果你让我们的弟弟与我们同去 我们就下去替你买粮食 如果你不让他去 我们也不下去 因为那人对我们说 如果你们的弟弟不与你们一起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以色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 告诉那人你们还有个弟弟呢 他们回答 那人确实查问有关我们和我们亲属的事 说 你们的父亲还活着吗 你们还有其他的兄弟吗 我们就照着这些话回答他 我们怎么知道他会说 你们必要把你们的弟弟带下来呢 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 你若打发那孩子与我同去 我们就立刻启程 好叫我们和你以及我们的孩子 都可以存活 不致饿死 我愿意亲自担保他的安全 你可以从我手里追回他 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给你 交在你面前 我愿终生承担这罪 要不是我们担言 现在第二次也回来了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对他们说 如果必须如此 你们就这样做 你们把本地最好的出产放在袋里 带下去给那人做礼物 就是一点乳香 一点蜂蜜 香料 墨药 栗子 和杏仁 你们手里要多带一倍银子 因为 你们要把那放回在你们袋口里的银子 带回去 那可能是弄错了的 你们带着你们的弟弟 启程再到那人那里去吧 愿全能的神使那人怜悯你们 给你们释放你们那个兄弟和变雅敏 至于我 如果要丧失儿子 就丧失了吧 于是 他们带着这些礼物 手里拿着多一倍的银子 并且带着变雅敏 启程下到埃及去 站在约瑟面前 约瑟见变雅敏与他们同来 就对管家说 把这些人带到我家里 要宰杀牲畜 预备宴席 因为在正午的时候 这些人要与我一起吃饭 管家就照着约瑟所吩咐地去做 把这些人带到约瑟的家里 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家里 就害怕起来说 我们被领到这里来 必定是为了头一次放回在我们带里的银子 现在他们想攻击我们 制服我们 逼我们做奴仆 又夺去我们的驴 他们于是走进约瑟的管家 在屋门口与他说话 他们说 先生啊 我们头一次下来 实在是要买粮食的 后来我们来到住宿的地方 打开布袋的时候 不料个人的银子仍然在个人的袋口里 分文不少 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 我们手里又另外带来银子 是买粮食用的 我们不知道头一次 谁把我们的银子放在我们的布袋里 管家说 你们可以放心 不要害怕 是你们的神 你们父亲的神 把财宝赐给你们 放在你们的布袋里 你们的银子 我早已收到了 接着 他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 管家把他们领到约瑟的家里 给他们水洗脚 又给他们饲料喂驴 于是他们预备好了礼物 等候约瑟中午到来 因为他们听说 他们要在那里吃饭 约瑟回到家里 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 带进屋里送给他 又俯伏在地 向他下拜 约瑟先向他们问安 然后又问 你们的父亲 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 平安吗? 他还在吗? 他们回答 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 他还在 于是他们低头下拜 约瑟举目观看 看见自己同母所生的弟弟便雅米 就问 这就是你们向我提过那最小的弟弟吗? 又说 我儿啊 愿神赐恩给你 约瑟爱弟弟之情激动起来 就急忙去找个可哭的地方 于是他进了自己的内室 在那里哭了一阵 他洗了面 然后出来 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吩咐人说 开饭吧 他们就给约瑟单独摆了一席 给那些人另外摆了一席 又给那些与约瑟一同吃饭的埃及人摆了一席 因为埃及人不能与西伯来人一同吃饭 这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约瑟使众兄弟在他面前排列坐下 都是照着他们长幼的次序 众兄弟就彼此对望惊奇不已 约瑟拿起自己面前的食物分给他们 但是变雅敏分得的食物比别人多五倍 他们就与约瑟一同喝酒艳乐 创世纪第四十四章 约瑟吩咐管家说 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布袋 要尽他们所能攜带的 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他们的袋口 把我的银杯放在最小的袋口 连同他买粮食的银子放进去 管家就照着约瑟吩咐的话去做 早晨天一亮 那些人和他们的驴子都被打发走了 他们出了城 走了不远 约瑟就对管家说 起来追赶那些人 追上了 就对他们说 你为什么以恶报善呢 这不是我主人喝酒和占谱用的杯吗 你们所做的实在不对 管家追上了他们 就对他们说了这些话 他们对管家说 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你的仆人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你看 我们从前在袋口发现的银子 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 我们又怎会从你主人的家里偷取金银呢 在你仆人当中 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 谁就要死 我们也要做我主的奴仆 管家说 现在就照你们的话做吧 只是在谁那里搜出来 谁就要做我的奴仆 其余的人都没有罪 于是他们急忙 把自己的布袋卸在地上 个人打开自己的布袋 管家就搜查 从最大的开始 查到最小的 那杯 浸在汴雅敏的布袋里搜出来了 他们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个人又把担子驮在驴上 回城去了 尤大和他的兄弟来到约瑟的家里 那时 约瑟还在那里 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在地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 尤大说 我们对我主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怎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 神已经查出你仆人们的罪孽了 看哪 我们和那在他手里搜出杯来的 都是我主的奴仆了 约瑟说 我绝不能这样做 在谁的手里搜出杯来 谁就要做我的奴仆 你们其余的人 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尤大走进约瑟身边说 我主啊 求你容许仆人说一句话 给我主听 请不要向仆人发烈怒 因为 你好像法老一样 我主曾经问仆人们说 你们还有父亲或其他兄弟没有 我们曾经回答我主 我们还有年老的父亲 和最小的弟弟 是他年老时所生的 他的哥哥死了 他母亲只剩下他一个孩子 他父亲非常爱他 你就对仆人们说 把他带下来到我这里 我要亲眼看看他 我们对我主说 那孩子是不能离开他父亲的 如果离开了 他父亲必定死 你对仆人们说 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 不与你们一同下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于是 我们上到你仆人 我们父亲那里 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后来 他已经离开我去了 我想他必定是被野兽撕碎了 直到现在 我也没有见过他 现在 你们又要把这个从我面前带去 如果他遇到不幸 你们就使我这个白发老人 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我父亲的命 与这孩子的命 是相连在一起的 现在 我回到你仆人 我的父亲那里 如果没有孩子 与我们在一起 他已经没有孩子 就必定死 这样 你仆人们 就使你仆人 我们的父亲 这个白发老人 愁愁苦苦的下阴间 因为仆人曾经向父亲 担保这孩子的安全 说 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 交还给你 我就在父亲面前 终生承担这罪 现在 求你容许仆人留下 代替这孩子 做我主的奴仆 让这孩子 与他的哥哥们 一同上去 因为如果孩子 没有与我同去 我怎能上去 见我的父亲呢 恐怕 我会看见灾祸 临到我父亲身上 《创世纪》第四十五章 约瑟在所有 视力在他左右的人面前 不能自治 就喊叫说 叫个人都离开我出去 这样 约瑟向他的兄弟们 表白自己身份的时候 没有别人在场 于是 他放声大哭 埃及人听到了 法老一家也听闻这事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就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的兄弟们不能回答他 因为他们在约瑟面前 都非常惊慌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请你们上前来 他们就上前去 他说 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 约瑟 现在 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 而自忧自责 这原是神差派我 在你们已先来这里 为要保全性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 已经有两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也没有收成 神差派我在你们已先来这里 为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雨种 大大实行拯救 保全你们的性命 这样看来 差派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而是神 他立我做法老之父 做他全家之主 又做全埃及地的首相 你们要赶快上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 神立我做了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你和你的众儿孙 牛羊 以及你一切所有的 都可以住在歌山地 与我相近 我要在那里供养你 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 免得你和你的家人 以及你一切所有的 都陷入穷困里 看啊 你们和我弟弟汴雅敏 都亲眼看见 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 你们也要把我在埃及的一切尊容 和你们所看见的一切 都告诉我的父亲 又要赶快把我的父亲接到这里来 于是 约瑟浮在他弟弟汴雅敏的景象上 哭起来了 汴雅敏也浮在约瑟的景象上哭 他又与众兄弟亲嘴 拥抱着他们哭 然后 他的兄弟们就跟他说话 消息传到法老的家里说 约瑟的兄弟们来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高兴 法老对约瑟说 你要对你的兄弟们说 你们要这样做 使你们的牲口再满货物 启程到迦南地区 把你们的父亲和家人都接到我这里来 我要把埃及地美好的产物赐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吃这地肥美的食物 现在 我再吩咐你对他们说 你们要这样做 从埃及地带些车辆回去 用来接你们的孩子和妻子 并且把你们的父亲接来 不要顾惜你们的家具 因为埃及全地美好的产物 都是你们的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照样做了 约瑟照着法老所吩咐的 给了他们一些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 又给了他们个人一套新衣服 但是给遍雅敏3420克银子和五套衣服 约瑟送去给他父亲的有公驴石头 载着埃及美好的产物以及母驴石头 载着五股、饼和给他父亲在路上用的食物 于是 约瑟打发他的兄弟们回去 他们走的时候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不要争吵 他们离开埃及 上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去 告诉他说 约瑟还在 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首相 雅各的心冷淡麻木 因为他不相信他们 他们就把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 他们的父亲 雅各看见了约瑟派来接他的车辆 心才苏醒过来 以色列说 够了 约瑟我的儿子还在 在我还没有死以前 我要去看看他 《创世纪》第四十六章 以色列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启程 到了别世巴 就向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 神在夜间的意象中对以色列说 雅各、雅各 雅各说 我在这里 神说 我是神 就是你父亲的神 你不要怕下埃及去 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 我要亲自与你一同下到埃及去 也必把你带上来 约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 给你送终 雅各就从别世巴启程 以色列的众子 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辆 接载他们的父亲雅各 以及他们的孩子和妻子 他们又带着牲畜 和他们在迦南地所得的财物 来到埃及 这样 雅各和他所有的子孙都一同来了 雅各把他的众儿子、孙子、女儿、孙女 和他所有的后裔 都一同带到埃及去了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 就是雅各和他的子孙 名单记在下面 雅各的长子是刘本 刘本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和加敏 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哥侠和米拉利 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世拉、法勒斯和谢拉 但是尔和俄南都在迦南地死了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和哈姆勒 以色加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和申伦 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以伦和雅利 以上这些人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生的儿子 另外还有女儿底拿 这些子孙一共三十三人 加德的儿子是喜飞云、哈基、舒尼、以斯本、以利、雅罗底和雅利利 雅瑟的儿子是因拿、益施瓦、益施伟和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姐妹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和马杰 以上这些人是拉班给女儿利亚做卑女的西帕 给雅各生的子孙 一共十六人 雅各的妻子拉杰生了约瑟和汴雅敏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 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希娜给约瑟生的 变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护平和雅勒 以上这些人是拉杰给雅各生的子孙 一共十四人 但的儿子是护身 拿佛塔利的儿子是雅靴、姑尼、耶瑟和士冷 以上这些人是拉班给女儿拉杰做卑女的毕拉 给雅各生的子孙 一共七人 所有从雅各所生 与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的人 除了他的儿父之外 一共六十六人 另外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雅各家来到埃及的所有成员 一共七十人 雅各派尤大先到约瑟那里去 请约瑟指教他去戈山的路 于是他们来到戈山地 约瑟预备了车 上去戈山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 约瑟一看见他就浮在他的景象上 在他的景象上哭了很久 以色列对约瑟说 这一次我看见了你的面 知道你还在 我死了也甘心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和他的父家说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对他说 我在迦南地的兄弟们和我的父家 都到我这里来了 这些人都是牧羊人 以牧羊牲畜为生 他们把自己的牛羊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法老召见你们的时候 如果问你们 你们是做什么的 你们就要回答 仆人们从幼年直到现在 都是以牧羊牲畜为生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一样 这样 你们就可以住在戈山地 因为埃及人厌恶所有牧羊的人 《创世纪》第47章 约瑟进去禀告法老说 我的父亲和兄弟们 带着他们的牛羊和他们所有的一切 都从迦南地来了 现在就在戈山地 约瑟从他所有的兄弟当中挑选了五个人 把他们带到法老面前 法老问约瑟的兄弟们说 你们是做什么的 他们回答法老 仆人们是牧羊人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一样 他们又对法老说 我们来是要在这地寄居 因为迦南地的饥荒严重 你仆人们的羊群没有草吃 所以现在求你容许你仆人住在戈山地 法老对约瑟说 你的父亲和兄弟们到你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 你只管叫你的父亲和兄弟们住在这地最好的地方 他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你如果知道他们中间有能干的人 可以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约瑟把他父亲雅各带到法老面前 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法老问雅各 你有多大年纪了? 雅各回答法老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岁 我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祖先寄居在世的年日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 然后离开法老出去了 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 安置他的父亲和兄弟们 把兰塞地就是埃及地最好的地方 给他们做产业 约瑟照着孩子的树木 用粮食供养他的父亲兄弟们 以及父亲的家人 那时遍地都没有粮食 因为饥荒非常严重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 因为饥荒的缘故都饿婚了 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 就是众人买粮的银子 约瑟就把那些银子交到法老的王宫去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用尽了 埃及众人就来到约瑟那里说 银子已用完了 求你给我们粮食吧 我们为什么要饿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回答 如果银子用完了 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 我就把粮食给你们 交换你们的牲畜 于是他们把牲畜带到约瑟那里 约瑟就把粮食给他们 交换他们的马匹、羊群、牛群和驴 那一年 约瑟就用粮食交换他们所有的牲畜 来养活他们 那一年过后 第二年他们又来到约瑟那里 对他说 我们不向我主隐瞒 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 牲畜也归了我主 在我主面前 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以外 什么也没有剩下了 为什么我们和我们的田地 要在你面前消灭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田地 我们和田地就必为法老效劳了 又求你给我们谷种 使我们可以活着不致死亡 田地也不致荒芜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田地 因为埃及人遭遇了严重的饥荒 个人都卖了自己的田地 这样那地就都归法老所有 至于人民 约瑟把他们迁到城市里去 从埃及境内的一端直到另一端 只有祭司的田地 约瑟没有买 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良享 他们可以吃法老所给的良享 所以没有卖自己的田地 约瑟对人民说 看哪 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田地 这里有古种给你们 你们可以种地 到了收割的时候 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给法老 其余四份可以归你们自己 做田里的种子 又做你们以及你们家人和孩子的食物 他们说 你救了我们 愿我们在我主面前得蒙喜悦 我们就做法老的奴仆 于是 约瑟为埃及的田地立了一个法力 直到今日还有效 就是五分之一归给法老 只有祭司的田地不归给法老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国的戈山地 他们在那里置业繁殖 人数非常众多 雅各在埃及地住了17年 他一生的寿数是147岁 以色列的死期快到了 就把他儿子约瑟叫了来 对他说 如果 我在你面前蒙你喜悦 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起誓 要以慈爱和诚实对待我 不要把我埋葬在埃及 我与我的祖先同睡的时候 你要把我从埃及带出去 埋葬在他们的墓地里 约瑟说 我必照着你的话去做 雅各说 你要向我起誓 约瑟就向他起了誓 于是 以色列靠着床头敬拜神 这些事以后 有人对约瑟说 你的父亲病了 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 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 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 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 向我显现 赐福给我 对我说 我必使你繁殖增多 成为一大族 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做永远的产业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 你在埃及地生了两个儿子 现在他们算是我的 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我的 好像刘本和西勉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子孙 都是你的 不过 在继承产业的事上 他们可以归在他们哥哥的名下 至于我 我从巴弹回来的时候 在迦南地的路上 那里到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 拉结就死在我身边 我在那里把他埋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儿子就问 他们是谁 约瑟回答父亲 他们是我的儿子 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 以色列说 把他们领到我这里来 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因为年老 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去 他就与他们亲嘴 拥抱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 我想不到可以看见你的面 现在神尽使我见到你的后裔 约瑟把两个儿子 从以色列膝上抱下来 自己脸浮在地下拜 约瑟领着他们两个 到以色列的跟前 以法莲在约瑟的右边 对着以色列的左边 马拿西在约瑟的左边 对着以色列的右边 但是 以色列两手交叉 右手按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 左手按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 要祝福约瑟说 愿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所伺候的神 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那就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 赐福给这两个童子 愿我的名 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 借着他们得以流传 愿他们在地上生养众多 约瑟见他父亲 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 心里就不高兴 于是拿住他父亲的手 要从以法莲的头上移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 爸爸 不是这样 这个才是长子 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却不肯 说 我知道 我儿啊 我知道 他也要成为一族 也要强大 只是 他弟弟比他还要强大 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那一天 以色列给他们祝福说 以色列人 要用你的名祝福人 说 愿神使你像以法莲和马拿西一样 于是 以色列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 看啊 我快要死了 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 必领你们回到你们祖先的土地去 现在 我把从前用刀和弓 从亚摩利人手中夺过来的那块山地 赐给你 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份 《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雅各把他的众子叫来说 你们要聚集在一起 我要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 告诉你们 雅各的儿子们啊 你们要一起来听 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 刘本啊 你是我的长子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出生子 你大有尊荣 权力超重 但是 你放纵情欲 好像水沸腾一样 你必不能居守卫 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 上了我的踏 然后把它玷污了 西缅和立位是兄弟 他们的刀剑是强暴的武器 我的灵啊 不可加入他们的阴谋 我的心啊 不可参与他们的集会 因为他们在怒中杀人 任意砍断牛的金腿 他们的怒气可骤 因为非常暴烈 他们的烈怒可阻 因为十分凶猛 我要把他们分散在雅各家 把他们散居在以色列 尤大啊 你的兄弟们要称赞你 你的手 必压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众子 必向你下拜 尤大是只小狮子 我儿啊 你列取了食物 就上到洞穴去 他屈身扶卧 好像公尸 又像母狮 谁敢惊动他呢 权杖必不离开尤大 王规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直到戏罗来到 万族都要臣服他 尤大把自己的驴居拴在葡萄树旁 把自己的小驴系在上等的葡萄树旁 他在葡萄酒中洗净自己的衣服 在血红的葡萄之中洗衣袍 他因饮酒而双眼发红 他因喝奶而牙齿雪白 西布伦必在沿海地带居住 他必成为船只停泊的港口 他的边界必伸到西顿 以撒加是一头粗壮的驴 浮卧在羊圈之间 他看安居为美 他看肥地为家 他屈肩负重 成了福苦的奴仆 但,要审判自己的人民 做以色列的一个支派 但,要做路上的蛇 道中的毒蛇 他要咬伤马蹄 使骑马的人向后坠落 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拯救 迦德必被侵略者追逼 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 至于雅舍 他的食物必定肥美 他有美食可供奉君王 拿佛塔利是只德释放的魔鹿 发出优美的言语 约瑟是一根结果子的树枝 是一根全旁结果子的树枝 他的枝条蔓延出墙外 弓箭手把他苦害 向他射箭敌对他 但他的弓依然坚硬 他的手臂仍旧敏捷 这是出于雅各的大能者之手 出于以色列的牧者 以色列的磐石 是你父亲的神帮助你 是那全能者赐给你 他把从天上来的福 地下深渊蕴藏着的福 哺乳和生育的福 都赐给你 你父亲的祝福 胜过我祖先的祝福 胜过永远山林上的美物 愿这些福 都降在约瑟的头上 降在兄弟中做王子的那一位头上 并雅敏是只撕裂的财狼 早晨吞吃他的猎物 晚上瓜分他的卤物 这些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以上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 是按着个人的福分给他们所住的福 雅各又嘱咐他们 对他们说 我快要归到我的亲族那里去 你们要把我埋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 与我的祖先在一起 这个洞在迦南地 在曼利前面的麦比拉的田间 那地方原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下来做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 又在那里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家 我也在那里埋葬了利亚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是向赫人买来的 雅各对他的众子嘱咐完了 就把双脚收回床上弃绝而死 归到他的亲族那里去了 《创世纪》第五十章 约瑟浮在他父亲的脸上 为他哀哭 与他亲嘴 约瑟吩咐禅仆中做医生的 用香料包裂了他的父亲 他们就用香料包裂了以色列 这事足足费了四十天 因为用香料包裂尸体是需要这样长的时间 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 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 约瑟就对法老家里的人说 我若在你们面前得蒙喜悦 请你们代我禀告法老说 我父亲曾经叫我起誓 说 看哪 我快要死了 你要把我埋葬在迦南地 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 现在 求你让我上去埋葬我的父亲 之后 我必定回来 法老说 你可以上去 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 把他埋葬 于是 约瑟上去埋葬他的父亲 与他一同上去的 有法老所有的臣仆 法老家中的长老 和埃及地所有的长老 还有约瑟的全家 他的兄弟们 和他父亲的家人 他们把孩子和牛羊留在戈山地 又有车辆和马兵 与他一同上去 成了一大队行列 他们到了约旦河东岸的雅达河场 就在那里大大的哀悼痛哭 约瑟为他父亲举哀七天 住在那地的迦南人 看见了雅达河场的哀悼 就说 这是埃及人一场非常伤痛的哀悼 因此 在约旦河东岸的那地方 名叫雅伯麦西 雅各的重子 就照着父亲嘱咐他们的去坐 把雅各运到迦南地 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那地方在曼利的前面 是雅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 买下来做坟地的 约瑟埋葬了他父亲以后 就和他的众兄弟 以及所有与他一同上去埋葬他父亲的人 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 看见父亲死了 就说 或者约瑟仍然会怀恨我们 要报复我们从前向他所做的一切恶事 他们就打发人到约瑟那里说 你父亲未死以前 曾经嘱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 从前你的哥哥们恶待你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约瑟听见这话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也亲自来了 俯伏在他面前说 看啊 我们是你的奴仆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害怕 我怎能代替神呢 从前 你们有意要害我 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 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现在 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于是 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 约瑟和他父亲的家人都住在埃及 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 约瑟见到以法连的第三代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 马吉的重子也归在约瑟的膝下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快要死了 但神必定眷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到他起事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之地去 约瑟又叫以色列的子孙起事说 神必定眷顾你们 那时 你们要把我的海骨 从这里带上去应许之地 约瑟死了 享受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把它包裂了 放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入口的地方 入口用 入口的方程 入口中出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